第131章 幸运光环 时间模块 姜哥 我连续失败四次 运气已经拉满了 再发动天赋的话 百分百会拿到正面效果 运气清零 你忙完了 记得来找我 姜辰把超能药剂的资料与材料 交付到联盟那边 打开个人终端 便看到了来自昆平的未读消息 他赶紧发了个消息过去 你在哪 我去找你 很快收到回复 我爹参加了全蓝星天才大赛 在水蓝石附近的场馆里 快开打了 我在这边加油呢 因为江城提供了大量的珍贵奖品 又有联盟相纸出面 全蓝星天才大赛 已然成为了万人瞩目的文明及盛世 光是报名人数 就超过了九千万人 比过去二十年的机甲师总数 还要多几十倍 这也跟蓝星文明刚刚获得群钱者特质有关 所有侍领者都获得了冤文奖励 蓝星凭空冒出来几十亿钱在机甲师 哪怕只是其中一部分 尝试并通过了基础试炼 想要参加比赛凑个热闹 也足以形成这种夸张的局面 等到第二届的时候 这一批机甲师大部分都成长起来了 新生代的机甲师数量没那么多 估计还要开办更高级的赛事 作为最为特殊的一届大赛 李肖并没有打消人们的热情 他利用建筑机器人 以城市卫单位 在各地打造了很多战斗场馆 供参赛者们进行海选战斗 反正参赛者限定位临街 只拥有一台改造后的零式机甲 战斗时的破坏力并不强 此时 江城通过传送阵返回蓝星 快速飞到水蓝石附近的场馆上空 目光扫过 空旷的场馆内部排列住大量擂台 每一个擂台 都有两台零式机甲正在对战 虽然只有几点属性 打起来却非常的激烈 这种低属性的战斗 反而更适合普通人进行观看 起码能看得清楚 看得明白 江城在场馆外面降落 在约好的地方 见到了昆平 这兄弟的桌游店已经关门了 现在也转职成了机甲师 而且因为天赋可以给队友提升大量属性 在联盟论坛混得风生谁起 成了香伯伯 见面后 江城开口问了一句 伯父呢 淘汰了 现在正哥里面观战学习呢 昆平笑着开口 我爹本来就天赋一般 只是来凑个热闹 一轮游走人了 江城也忍俊不惊 事实上 他完成升阶试炼后 也收到了父母的消息 在他进行升阶试炼的时候 江富江母 也已经通过了基础试炼 成为了灵阶机甲师 随后 江富也跟亲戚朋友一起 组团参加比赛 整整齐齐的参加 整整齐齐的淘汰 突出一个重在参与 这也正常 老江家的运气 可能全被江城一个人吸钱了 亲戚的天赋 都很普通 没有出什么天才 当然 江富一轮游的原因 也跟他没有使用超频模块有关 江城刷了800枚超频后 无论江富江母的想法如何 印色给了他们两套 问就是15分钟两枚 平均7分半产一枚 这魔高的产出 有啥好推辞的 稍微变强一点 江城也能安心 事实摆在眼前 江富江母再也没办法推辞 只能感慨着 收下了两套超频模块 凭借这些超频模块 他们如果参加天才大赛 绝对可以名列前茅 那样就太欺负人了 所以 江富参加天才大赛 只是单纯跟亲戚一起凑个热闹 并没有使用这中超规格的东西 昆平也是一样 他不可能穿着超频机甲 参加普通比赛 如果不使用超频模块 如今 蓝星人才极紧 他还真没办法进前百 索性直接放弃比赛 专心提升机甲实力 如今 他以精评及超频机甲 快速通过了升阶试炼 成为了一阶机甲师 现在出现在这里 单纯是过来给亲人撑的场子 对了 江哥 你说的独狗模块呢 稍微闲聊了两句 昆平说起了正事 江晨抬起右手 指尖浮现一枚指甲盖大小的芯片 芯片表面带有动态绘图 是一根转动的基因螺旋 突变基因 模块 麻烦你帮忙激活一下 看看能不能出个好点的超能力 昆平接过这枚芯片 他一边浏览芯片信息 一边开口问道 江哥 你想要获得什么样的超能模块 什么属性 什么倾向 什么类型 最优选择是什么 时间 江晨毫不犹豫地开口说道 卧槽 你玩这磨大的 昆平忍不住瞪大了眼睛 他已经成为了一阶机甲师 知道更多有关机甲 模块 属性相关的信息 在神秘测的属性模块里 时间属性无疑是最高等的属性之一 它的出现概率极低 迄今未止 整个蓝星也只出现过 寥寥鸡眉时间系模块 更不要说 高等属性跟低阶模块 是存在 不是配 的概念的 例如 反物质 属性 永远不可能出现在一阶模块上面 就算再超频也一样 不过 神秘测的超能力 跟魔法不一样 本身就存在极高的不确定性 跟运气有很大的关联 超能超能 一切皆有可能 无数的畸变肢体 从衣服当中伸出 将昆平包裹其中 一台被扭曲处置的怪异机甲 出现在了江城的面前 一根年华的触手 吸起模块 逐渐将其吞没 昆平的声音响起 江哥 我们来打个赌吧 就赌这枚模块 究竟有没有时间要素 我赌他有 当模块完全被吞没 江城彭扶听到了无形之中 响起了时钟指针滴答转动的声音 下一刻 一枚青铜色泽 带有指针的崭新模块 从畸变机甲中弹出 畸变机甲响起了狂喜的声音 忍不住摇动了起来 哈哈 我果然又赌对了 江城轻轻捏住空中的模块 快速行动 超频 等阶 三 品质 完美 类型 附属模块 效果一 装在后 轻微加速机体时间 提高行动速度 提升机甲一 五万敏捷 零 五万神秘 效果二 装在后 越微提升时间抗性 减少受到的时间影响 描述 相同的事件 不同的时间 竟然真的是时间系模块 江城都惊了 他只是随便说说 哪怕不是什么时间属性 只要是效果不错的模块 都可以接受 没想到 昆平说赌时间 就真的赌赢了时间 这种可以改变运气的概念性天赋 效果也太逆天了吧 可惜 低阶模块 终究是低阶模块 虽然获得了时间属性 但是这枚快速行动模块 并没有提供任何的特殊能力 而是一个较为纯粹的属性模块 提供敏捷 神秘双属性 以及少许的时间抗性 唯一值得撑到的地方 就只有 时间 属性本身 不过 江城对此同样十分满意 他给蒸汽机甲 使用了不少 时间系传说材料 又拿到了传说道具 可以增强机甲的时间属性 再搭配一个真正的时间模块 这波不是稳稳的进阶诚时间机甲 哪怕现在机甲等阶太低 没办法获得时间类的进化模块 等到三生四的升华时 也必然能够觉醒真正的时间系能力模块 说起来 通过加速机体时间 提升行动速度 不应该也顺带提升恢复速度之类的吗 就像江城印象里的许多急速能力者 他们在速度提升的同时 无论是能量消耗 还是恢复速度 都会得到显著的提升 江城看到效果二后 大致猜到了原因 这毕竟是超能力演化来的机甲模块 如果超能力者 长期处于时间加速状态 速度虽然会变快 衰老的也会更快 所以 超能力本身会提升能力者的时间抗性 减少时间对寿命的影响 减少细胞的分裂次数 甚至 有可能会一边加速行动 一边延缓衰老 好垃圾的超能力 江城瑞平 无论怎么说 它终究是时间模块 可以让机甲获得失坚属性 更重要的是 这没模块的产出 让江城见识到了 昆平天赋的强大之处 几乎可以视为高级幸运光环 手动欧皇 人形开奖器 昆哥 以后开奖的事情 都要拜托你了 包在我身上 昆平收回机变机甲 拍了拍胸膛 满脸笑容 他能够在联盟论坛 混得风生水起 交好无数大佬 甚至还跟联盟象征聊过机具 凭借的 就是这份顶级天赋 对了 你有空 可以找俩队友 刷一下深渊难度的异变之星 跟曼核心 加无尽活力 是超频级别的套装模块 可以帮你增加一些生存能力 超频套装 昆平瞪大了眼睛 蓝星的机甲师们 还在为了超频模块而奋斗 江晨就已经开始玩 超频套装 这种高端的东西了 江哥牛逼 江晨给昆平分享了一波 有关超频机甲的培养经验 以及深渊难度的攻略心得 这个过程中 他还顺便在赛事门口 摆了个摊位 他在旧日阴影 根生结实练利 除了超频模块 还产出了很多 用不上的普通模块 低品质材料等事物 这些东西 他本来打算 直接倾倒在联盟仓库 现在来到赛事场所 索性原地处理掉完事 不为了赚钱积点贡献 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资格 每个人现抽三次 全当是给新人机甲师的福利了 顺便还可以满足一下 江城自己的摆摊之心 他前期投资五万贡献 在寻天成租的一套店面 还没来得及开店 就彻底被淘汰了 都无限贡献了 还开啥店 所以 江城只能用这个方式 过疑过疑 对他来说 莫啥用处的普通模块 低品质 材料 对于这些新人来讲 实在是太极品了 摆摊没多久 就被彻底地围了起来 快速封抢一空 因为江城佩戴了特殊道具 人们并没有认出他的身份 仅仅是在网络上流传出了有关 比赛门口的神秘罐子商人 的都市传说 江城就这样把仓库里的垃圾 处理了一波后 正打算回家开竿 身边帮忙摆了一小会摊位的昆平 却在看了一眼个人中端后 目露惊讶 联盟打算派发基因药剂 可以强化人体 让机甲师觉醒超能力 询问我是否需要 昆平忍不住抬头看向江城 超能基因药剂 这东西不会是江哥你搞出来的吧 目前蓝星出现的巨大变化 几乎都是江城带来的 因此 看到超能药剂 这种此前从未听说过的东西 昆平第一时间想到了江城 不过 他的想象力还是不够丰富 这就是用我的基因制作的 江城文言 坦白说道 我是肉体型机甲师 为了发挥出最降的效果 所以 是用我的基因作为样本 制作的超能药剂 昆平神色恶然 他把江哥当兄弟 江哥却要当他爸爸 不对 如果这种基因药剂普及开来 江哥岂不是要当全人类的爸爸 他忍不住开口问道 超能药剂的效果怎么样 江城沉吟了一下开口说道 你是一阶机甲师 如果使用一型药剂 大约可以提升30-50点人体属性 以及额外的生命力恢复 体力恢复等效果 此外 你不是肉体型机甲师 不需要肉体力量爆发 没必要走爆发途径 最好是使用生命途径的药剂 生命药剂的话 基础款 零阶 一阶 总共使用三次药剂 有概率觉醒 光合作用 血膜转化 无尽活力 血肉铠甲 吸血荆棘 等超能力中的两个 50点人体属性 概率觉醒超能力 要知道 普通的一阶机甲 强化拉满 也才200最高属性 机甲师什么都不需要做 只要注射一下药剂 就能获得接近机甲的力量 这还只是一阶药剂 昆平沉默片刻 忽然开口 爸爸 能够获得这重强化 叫一声父亲 又算得了什么 场馆里面 昆父正在看比赛 忽然打了个喷嚏 第132章 你知道我是机甲师 在大地裂变文明的超能研究所时 江辰只花了片刻时间 就成功消化了他们的超能基因技术 并借助他们的设备 用天神精血制造出了成品 蓝星那些专精科研 打造了智能机甲的高阶研究员 效率必然比当时的它更高 从样品到成品 根本花不了几天时间 并且 这种低阶的超能基因药剂 主材料是 江辰的永恒之血 只要投入蕴含生命气息的材料 进行培育 就能跟癌细胞一样 源源不断地生成血液 这跟原本的肉体强化比起来 材料方面 要廉价了太多 尤其是供普通人使用的普通款 虽然无法觉醒超能力 只能提升肉体精力 成本却可以压到非常低廉的地步 按照李肖的说法 高阶机甲师们正在打造生产线 等到两天后 成品测试完成 生产线投入使用 每天可以批量产出一亿份基础超能药剂 一千万份零阶药剂 一百万份一阶药剂 要不了多少天 就能完成全名强化 达到类似 不免者 特质的效果 事实上 不需要等到全名强化 从第一批药剂注射完成开始 蓝星天才大赛 就可以加快进程 原本起码还要再举办一个月的赛事 昼夜不停 加上修理师们的参与 大概只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 就能落下帷幕 这个过程中 那些天才机甲师的灵式机甲 必然已经完成了十次强化 只要装在超频模块 稍稍休息一下 就可以立即开始 为七十天的升阶试炼 成为一阶机甲师后 再用五天时间强化机甲 跨越深渊 也就是说 再过大约二十几天的时间 我的深渊暴率就会开始增长 江城充满了期待 群钱全线提供的暴率增长 是惩罚计算 非线性叠加 这代表最初一批 跨越深渊的文明成员 能给希望之人带来的暴率收益 是最高的 打个比方 假如 超频升级 道具的暴率 是零 百分之一 平均下来 每通关一千次 无尽难度 可以产出一个 如果一百个天才机甲师 带来的暴率加成 能够将这个数值 提升到百分之五 平均下来 每通关一千次 无尽难度 可以产出五十个 那么 一百万个天才机甲师 所带来的暴率加成 也未必能将 超频升级 得暴率加成 提升到百分之十 这种非线性叠加的计算方式 会让文明成员提供的暴率收益 越来越低 永远也不会超过某个预值 这个计算方式 看起来 似乎限制了滚雪球的发挥 江臣却觉得 这是一件好事 毕竟 群前者 是所有跨越深渊的文明 都拥有的特质 如果是那些 绵延了千年 万年 甚至是无尽岁月的古老文明 这些文明的人口 恐怕以赵一位单位 进行计算的 再加上无尽岁月里 收集来的各种文明传承 文明潜力的提升 哪怕是最弱小的文明成员 也将拥有 跨越深渊的能力 如果不是非线性叠加 在这模度文明成员的加持下 那些古老文明的希望之人 暴率将会高到多么夸张的地步 岂不是探索深渊的时候 一发炮击下去 深渊领主标的不是血 而是成片成片的传说道具 那也太夸张了 非线性叠加 才是合理的 文明后期跨越深渊的难度 怎么能跟文明初期相媲美 就像现在 江辰费尽心思 努力凑够一百多个天才及假师 这将带给他极为可观的暴率加成 说不定能直接提升十倍 甚至几十倍的暴率 再往后的话 就是细水长流的缓慢增长了 当然 江辰也不可能硬等着二十几天后 暴率提升上来了 再开始刷无尽深渊 他得先干一波 弄到合适的模块 帮云完成升阶 还有三号机的培育 灵的强化 要干的事情还有很多 一个一个来吧 先把灵强化到极限再说 灵的进化途径已经非常清晰 用于强化的材料 也有高阶机甲师们提供的极品材料 不需要探索深渊 直接设计好图纸 开始强化就行了 不过 灵提升到二阶后 机体增长到了五米 对于强化材料的要求也更复杂 更多样化 过程也更加繁琐 江辰花费了整整两天时间 才完成了灵的强化工作 结束后 灵的属性再次迎来了增长 力 明 神三属性没有变化 防御从二 五万提升到了四万 装甲值提升到了五十万 恢复速度提升到了一百点 S 再装载四枚三阶的超频属性模块 分别由栗战超师傅 栗战兵魂暴君 升阶试炼精英怪掉落 先凑合用着 经过全面强化后的最终属性 便成了 力量一万 敏捷一万 神秘一万 防御八万 装甲值八十万 恢复速度一百二点 S 现在的灵 如果回到大地裂变世界 对抗龙神异怪 哪怕没有机魂融合的属性加持 也能通过磐石姿态 抵挡龙神异怪的攻击 不管攻击怎么样 反正防御先拉满了 唯一的问题是 敌人太弱了 如果开启机魂融合 寻常的敌人 还真不一定打得动灵 无尽难度的深渊灵主 跟江城的综合强度有关 如果江城的综合强度 全部侧重在防御上面 恐怕真的会出现 深渊灵主刮不动江城 江城也刮不动深渊灵主的滑稽局面 所以 为了避免深渊灵主成为杂鱼 江城还是得把云野强化起来 让利敏防三属性重新恢复平衡 机甲可以偏刻 本体还是得六边形才行 只是 江城目前没有合适的完美品质超频模块 也没有超频升级道具 这些东西都需要通过深渊副本才能获取 于是 江城的注意力 重新转回了旧日阴影上面 缺少超频模块 而且 我的二阶机甲式特质 还没有着落 先刷四百个深渊难度 试试水吧 二层的一百五十个 就是阴影资料 在心中划过 紧紧刹那 江城就确定了第一个目标 右手微微抬起 触碰渊文 十 九 八 澎湃的深渊气息从掌心涌出 化作无数的洁白纤维 把人体向空中拉扯 江城张开双臂 迅速被跟漫吞没 形成一台红白配色的生物机体 旧日重现 阴影不灭 欢迎来到深渊 当前地点 恶魔降临 层级 二 难度 深渊 任务 击杀最终首领 黑暗竹母 描述 恶魔降世 闻名沦丧 来自虚空的恶魔大军 将世界化作焦土 通过生命原能的提炼 恶魔大军的供养 巢穴中的黑暗竹母 终于诞生 她主宰着 这片燃烧的大地 汲取无穷无尽般的魔网之力 等待着来自军团的呼唤 温馨提示 自由探索 可随时脱离深渊 需一分钟准备时间 几乎无时无刻 不在燃烧的星球上 大地已经彻底化作焦黑之色 隐约间 似乎可以听到怨魂们的哭号 他们将作为魔网的功能材料 直至灵魂枯竭 这片焦炭般的燃烧大地上 猎戏敞开 红白机甲微微落下 停在空中 来自虚空的恶魔军团 按照冤文给出的背景 以及联盟探查到的资料 恶魔降临这个就是阴影 曾经是一个具备天然魔网 传承魔法的魔法侧星球 直到某一日 一位大法师受到了虚空余染 沦为了疯狂的恶魔傀儡 他打开了通往虚空的大门 引来了虚空里的恶魔大军 这些源源不断的恶魔大军 最终将星球彻底毁灭 并御育出了一位恐怖的存在 恶魔降临世界的背景 跟众多旧日阴影很像 似乎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包括目前的蓝星 也承受着来自 一空间恶魔 也就是一魔的入侵 再加上低难度的旧日阴影 并不是真实世界 而是可以无限复原的阴影碎片 因此 联盟过去的机甲师们 只是将冤文给出的信息 当成普通的副本背景 并没有太过深入的思考 这些背景所代表的意义 但是 江辰不一样 首先 他已经非常清楚 深渊难度的旧日阴影 是真实世界 其次 他在一层深渊中 连续通关了400个深渊难度的旧日阴影 这个过程中 新开放的旧日阴影里 有一个并不特殊的存在 恶魔之门 这同样是一个神秘策的旧日阴影 背景是类似中世纪的时代 被迫害的巫师们 打开了恶魔世界的大门 引来了恶魔大军的入侵 燃烧了整个世界 并且 被召唤的恶魔大军 同样号称来自虚空 那位深渊领主 同样一边汲取世界的力量 一边等待军团的呼唤 这跟恶魔降临的背景和其相似 江城不可能忽略掉这模明显的事情 入侵这两个世界的恶魔军团 会不会都是来自同一片虚空 甚至 它们会不会就是隶属于同一个军团 仅仅是不同的编队 如果当真如此 岂不是代表某一部分世界 所遭遇到的 其实是同一个源头的灾厄 这些灾厄也拥有跨越深渊 跨越世界的能力 再加上升阶试炼里的文明 全部都是 人类文明 其余的异类则被划分到了 深渊怪物 里面 以及深渊中的文明 会源源不断遭遇灾厄 永无宁日 江城很难不去思考 深渊当中的人类与怪物 是否存在敌对的两个阵营 如恶魔军团这种 发展到跨越深渊 消灭文明的强大深渊怪物势力 是否也存在某种力量 使得他们能够成长起来 不断为文明带来灾厄 可惜 蓝星文明接触渊文 太短暂了 这方面的话 就连亚诺前辈 或许也未必知道太多信息 恐怕只有那些权限极高的古老文明 才能知道部分原因 甚至 这种可以横跨深渊的恶魔军团 本身就是那些古老文明所遭遇的灾厄 像恶魔降临 恶魔之门这种被毁灭的文明 属于是偶然看到 顺手灭掉了 如果一切真如江城所想 那么 蓝星所遭遇的一魔入侵 这种可以入侵异味面的深渊怪物 恐怕也没有那么简单 江城思考着这些问题 驾驶员出机甲向恶魔巢穴飞去 很快 一处由焦黑石头堆砌而成 布满了深红色的血肉凝快的露天巢穴 映入眼帘 就在无数的血肉凝快中 有一头约四十多米高 上半身是类人姿态 下半身是猛兽躯体 附带了大量蜘蛛般 肢体的怪异生物 它似乎感知到了气息 裸露上身 昂起头颅 望向天空的那台机甲 尖锐的声音响起 又是一个自寻死路的家伙吗 刚好 我最近有些无聊 就陪你找找乐子吧 并不是所有的深渊领主 都乐意交流 例如恶魔之门的深渊领主 翻来覆去就几句话 不是蝼蚁 就是虫子 似乎没石磨脑子 江城看到这头黑暗主母 似乎是可以交流的对象 心中一袭 立即驾驶员出机甲 落在了巢穴内部 在黑暗主母发动攻击前 主动放弃武装 敞开机甲外层 从机甲里面跳了出来 他摊开手 表示自己手无腹肌之力 开口说道 你误会了 我不是来战斗的 我很久以前就听说过军团的名号 对军团升起了仰慕之心 只不过 一直没有什么机会 现在 我想要加入军团 顺便聆听一下军团的风格理念 哦 黑暗主母眼中流露出一丝兴致 不过 她的动作没有半点停顿 继续向前走来 想要加入军团的人类 很多 就算你是机甲师 也要证明自己的价值才行 说吧 黑暗主母挥舞起一根肢体 如闪电般落了下来 似乎要把江城彻底斩杀 下一刻 江城抬起手掌 竟然轻易握住了黑暗主母的肢体 让其无法继续下坠 肢体表面锋利的倒刺 也完全无法刺穿她坚韧的肌肤 充满惊喜的声音响起 你知道 我是机甲师 第133章 连锁灾厄 大型套装 江城能够听懂黑暗主母的话 是因为 万能翻译装置 这重装置会将语言语思想 转移成可以理解的相近词语 以达到无障碍交流的目的 比如 脚下踩的是 大地 环绕星球的卫星是 月亮 星系中央的恒星是 太阳 但是 这种翻译方式 有一个特点 双方都必须对某样事物具备一定的认知才行 就像当初的超师傅 虽然蓝星曾经有很多机甲师 甚至包括李肖在内 都驾驶机甲挑战过她 但是她并不理解 也不知道 机甲师 的概念 因此 当初她称呼将尘畏 挑战者 显得极为笼统 此时 黑暗主母的话语 被翻译为 机甲师 而不是蝼蚁 敌人 挑战者之类的词语 代表她不仅见过机甲师 并且完全理解机甲师的含义 对机甲师的整个体系都有相应的概念 只是称呼不同 这就很离谱了 能构生到二阶的蓝星机甲师 都对已经自身实力 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 不会 在跟一阶的时候一样 随意挑战 无法战胜的敌人 所以 二十年来 深渊难度的恶魔降临 只有四次挑战记录 这显然不足以让黑暗主母 了解机甲师体系 她必然存在其他的消息渠道 此时 江城两眼放光 牢牢地抓住 黑暗主母的肢体 微微摇晃 没想到大名鼎鼎的军团领主 也能知道我的身份 黑暗主母 是二层深渊的领主 她汲取了整个星球的力量 属性高达十万 这般强大的力量 却完全无法挣脱江城的手掌 被死死地握住 用力证扎了一下 其余的肢体 都已经踩碎了岩石 凹陷了下去 江城的手却纹丝未动 这一刻 她似乎明白了什么 就跟厨房里的蟑螂一样 不管怎么杀都杀不绝 总是能够死灰复燃 利用被换作冤纹的力量 在整个深渊肆虐 军团对抗了漫长岁月的敌人 就连许多军团领主 都被你们所奴役 呵呵 你们这些机甲师的臭味 就算烧成灰烬 我也能轻松分辨出来 黑暗主母的声音 阴冷尖锐 却没有半点恐惧 江城闻言 眼前明亮 这个深渊领主 不愧是从大组织里面出来的 果然知道不少信息 他所隶属的军团 跟机甲师队抗了漫长的岁月 转换一下思路 一魔入侵蓝星 不也入侵了二十年吗 显然 军团集有可能是 某个古老文明所遭遇的灾厄 这魔说来 一切就很清楚了 越强大的文明 也会招致越降的灾厄 就如同最初的传火者文明一样 那些古老的文明 不知道绵延了多少年 或许已经掌握了 不需要特制 也能跨越深渊的方法 成为了真正的深渊级文明 那么 他们要对抗的灾厄 自然也是深渊级 甚至更加恐怖的灾厄 这种级别的灾厄 既然可以威胁到 那种级别的文明 拥有跨越深渊的能力 再正常不过 就如同狂风吹过 不仅会影响最大的篝火 也会掀起余波 影响到那些细碎的火苗 这些恐怖灾厄 也会波及到一些弱小的文明 成为更多文明的灾厄源头 仔细想想 其他的旧日阴影里 似乎也存在类似的影子 超师傅所在的异变之星 灾厄源头 是一颗天外陨石 带来的太空病毒 病毒的源头是什么 罗师傅所在的白鬼无间 是敞开了炼狱的大门 导致白鬼涌出 炼狱的对面有什么 冰魂暴君 为何又在几千年后 忽然复活 并拥有了冰封星球的力量 这些无法解释的灾厄来源 或许每一个 都对应着一个恐怖的 深渊急灾厄 当然 这些深渊急灾厄 目前并不会影响到蓝星 但是 却给江辰提供了一个思路 魔块套装 通常情况下 同一个旧日阴影产出的魔块 因为相同的力量来源 更容易组合成相应的套装 就像超师傅提供的 无尽核心 套装 可是 单独一个旧日阴影 产出的魔块种类是有限的 哪怕力量来源相同 属性效果未必契合 未必能组合成套装魔块 这也是蓝星迄今未止 只摸索出 少量魔块套装的原因 旧日阴影的数量少 选择少 自然搭配也少 现在的话 似乎可以改变思路了 不同的旧日阴影 或许也可能存在相同的灾厄来源 比如这个什么恶魔军团 一阶有 二阶也有 说不定三阶 四阶 五阶 甚至更将的旧日阴影里 都存在军团灾厄的影子 纳魔 江晨只需要不断搜寻军团灾厄的系列模块 就有可能组成一整套的大型套装 恶魔军团套 此外 还有超师傅所代表的生命病毒灾厄 病毒生命套 罗师傅所代表的地狱鬼怪灾厄 地府阎王套 只要深渊灾厄的规模够大 留下来的旧日阴影够多 自然而然的 就能组合成一套优异的顶级模块套装 什么恐怖的军团灾厄 分明是纪超师傅之后 第二代天使投资人啊 仅仅一个瞬间 江晨便认清了军团灾厄的本质 此外 黑暗主母的话语中 还有一个关键词语 引起了江晨的注意 机甲师奴役军团领主 怎么奴役的 江晨好奇地问道 他到现在 也只听说过击杀深渊怪物 汲取深渊气息 铲出模块材料 没听说过 有什么奴役的说法 难道那些古老文明 已经研究出了捕捉深渊怪物 培养成宝可梦的特殊技术了 江晨的好奇 确触动了黑暗主母敏感的内心 他本来还较为平静 文言忽然暴怒了起来 该死的机甲师 我就知道 你不怀好意 什么投靠军团 你果然只是一个 想要套取情报的可恶骗子罢了 休想奴役我 黑暗主母间笑住 发起攻击 魔能之火 血肉切割等各种招式 接连释放 可惜 江晨在升阶试炼时 利明属性就已经刷到了25万 防御更是刷到了28万 已经可以对他形成碾压 轻松挡下了这些招式 他凭借着重强大的实力 稳稳地压制黑暗主母 想要顺便套取更多情报 只可惜 无论是温柔劝说 还是威逼利诱 黑暗主母都跟发狂了一样 不愿再透露任何信息 哪怕被江晨拆掉所有肢体 强势暗在地上 也只是在冷笑 我就算死亡 也只不过是回归虚空 你永远 也不可能真正杀死我 相反 既然你能来到这里 就代表你们的事件 已经被军团察觉 终有一日 我会找到你的事件 带住虚空军团毁灭你的文明 记得排队 江晨发现 黑暗主母已经炸不出多少油水了 不再迟疑 打爆了他的身躯 伴随大量的深渊气息 涌进掌心 星球上燃烧不灭的火焰 终于缓缓停息 那些哀嚎的灵魂 也欣喜地散去 异形形文字在眼前浮现 击杀黑暗主母 获得完美模块 魔能涌动 超频 成功击杀首领 终结深渊灾厄 通关人数 一 深渊层数 二 正在根据已知信息 结算奖励 您获得了完美模块 魔精护盾 超频 您获得了机甲雏形 暗影魔珠 优秀 深渊已通关 即将根据深渊碎片 塑造旧日阴影 深渊已通关 即将根据深渊层数 开放新的无尽深渊 深渊已通关开放 无尽难度 首次通关二层深渊 蓝星文明潜力提升 档前潜力 二十三 未知特质正在酝酿 文明潜力不足 请继续提升 结算完成 三十秒后 脱离深渊 没出多避 多足魔快啊 江城扫了一眼 结算奖励 感到有些失望 他之所以选择 魔降临 作为第一个 就是阴影 除了他跟 魔之门 较为相似 也跟黑暗主母 是多只体灵主有关 他的手臂跟足部 加起来足 有二十多只 说不定可以产出对应的多重手臂模块 从而跟三生之炉形成配合 整个三头六臂套装什么的 可惜 想得很美好 就是末报 末关系 回头再联盟交易所 挂个交易需求就行了 让大家都帮我刷一下肢体模块 珠形手臂那种 无法改造的普通肢体模块不行 必须的是三生之炉这种 可以让模块额外生效的 这样才有概率形成套装 此外 当江城看到机甲雏形 暗影魔珠 拥有跟黑暗主母教位相似的外形后 心中一动 黑暗主母口中的 机甲是对深渊怪物的奴役 不会指的就是 通过击杀铲出相似的机甲雏形 然后打造成相应的机甲吧 仔细想想 还真有可能 不过 江城看了一眼暗影魔珠的雏形属性 忍不住摇了摇头 属性正魔拉胯 谁了一奴役你啊 真下头 黑暗袭来 将它彻底吞没 第134章 狂肝模块 蒸汽进化 黑暗主母透露的信息 并没有影响到江城的刷本节奏 他离开恶魔降临 返回现世后 稍微上传了一下副本资料 便马不停蹄地开始了下一轮探索 一层深渊难度的灵主属性 大约在7000到8000左右 根据倾向有所不同 二层深渊难度的灵主属性 则全面超过了10万属性 其中较为极端的一部分 最高属性能超过15万 再加上深渊灵主独有的机制 深渊难度的成长幅度 比许多机甲师的成长还要夸张 只可惜 江城的成长 远在深渊之上 刚突破到一层深渊的时候 他尚且需要去普通难度试试水 跟普通难度的超师傅 大战了300回合 最终也没能将其解决 如今来到二层深渊 他直接就能开启速通模式 进入深渊 检查身体 鱼快送走 整套流程轻松而又简单 于是 人们成功见识到了 每天通关100个旧日 阴影的单地奇迹 嗯 属性提高 业务熟练了之后 江城的通关速度也有所提升 从每天80个提升到了每天100个 所以 他只花了4天时间 就完成了原计划的400个旧日阴影 不过 未了寻找 虚空恶魔军团 这一类的 连锁深渊 他又多刷了两天时间 额外通关了200个深渊难度的旧日阴影 总计600个旧日阴影 产出1200枚超频模块 以及相应的机甲雏形 机甲师特质 单人量产超频模块 到了这种时候 江城反而不太在意这些了 我选模块 根本不在乎他是不是超频 只要属性够好 我都能给他们超了 因此 江城对于模块的关注点 完全放在了属性 品质 机板 功能性方面 通过这种方式 他首先挑选出了三枚功能性模块 第一枚功能性模块 侧重于速度 离子引擎 这是科技侧模块 可以在机甲背部等位置 生成几个离子推进器 既可以提供飞行能力 应用于大气圈与太空战斗 也可以不断提供动力 不断提高速度 以达到星际航行的目的 这个模块 可以填补江城在飞行速度方面的空缺 可以花费更短的时间 前往文明母星周围的内地行星 提高自己的刷怪范围 不过 这种引擎属于亚光速引擎 哪怕江城有再高的敏捷 能源 也没办法通过这种引擎 达到光速飞行 顶多达到某个预值 而星际尺度 通常以光年计算 动辄几时 几百 甚至是百万光年 到时候 需要用 趋率引擎 之类的超光速引擎模块 或是时空间类的能力模块才行 联盟的库存里 就储备着 趋率引擎 模块 可惜 它属于真正的高阶模块 7阶以下的机甲 根本无法装载 第二枚模块 则是侧重于侦查 危险感应 这是神秘策的特殊模块 通过加强生命感知的能力 让机甲检索到一定范围的 危险源 也就是生命强度达到一定程度的存在 虽然不是时间系的预知危险 寻找敌人方面的效果 却也比高能感应要强得多 可以无视地形阻碍 侦查到遥远位置的敌人 缺点是 无法感应到异味面的存在 如果敌人用某种方式 降低了自身生命强度 也有可能无法感知到 第三枚模块 则是侧重于修理 机械触手 科技侧的特殊模块 能够为机甲增加数条 可自由控制的机械触手 这些机械触手的大小 随机体变化 最多可延伸至十倍机体长度 可以代替机甲手部 操作一些外置装备 从而达到解放双手的目的 也可以继承机甲少量力量 配合机甲进行攻击 机械触手的控制精度 与机甲酸力有关 这个模块显然属于 多臂模块 得类型 只可惜 既是科技侧 又是触手 又无法继承其他模块效果 显然没办法跟 三升之炉 形成套装 江晨挑选这枚模块 主要是作为过渡 用来提升自己的机甲修理速度 这样的话 同时破损两台机甲后 也可以同时修理两台机甲 未来的机甲越多 减少的修理时间越多 收益也就越高 总计三枚功能性模块 虽然没有提升江晨的正面战斗能力 却同样可以提供大量的收益 至于卫石膜不再挑选更多的功能模块 原因很简单 就像江晨临阶的时候 很少获得能力模块 到了一阶才获得火焰掌控之类的能力模块 低阶的功能模块 极为稀少 大多是属性 伤害 武器之类的模块 高阶的功能模块 也有很多无法适用于低阶机甲 其次 机甲的模块槽位 数量有限 装载的功能模块越多 属性成长就会越低 再加上许多能力模块 比如离子引擎提供的速度 危险感应的范围 机械触手的数量 都可以通过重幅吸收 获得增强 与其挑选一些弱小的功能模块 不如常驻几个适用性最高的超频功能模块 进行重负吸收 这样的收益更高 1200枚二阶超频模块中 不仅挑选出了三个适用性最高的功能模块 同时 也凑够了蒸汽机甲升阶需要的完美模块 由于江辰已经知道了 超大型灾厄 得存在 知道了许多不同的旧日阴影背后 可能存在着相同的灾厄来源 挑选模块的时候 自然也会考虑到相关的事情 不过 蒸汽机甲目前已经吸收的四枚模块里 恒星能源 是超师傅给的 超师傅相关的灾厄 跟生物病毒有关 不符合蒸汽机甲的道路 其余的泰坦装甲 能量过载 它们来源的旧日阴影 似乎也都是人类自己引发的灾厄 并没有涉及到超大型灾厄 因此 江辰思考过后 决定挑选一个幸运灾厄 从灵开始 作为云的成长导师 首先 要跟灵一样 确定云未来的最终道路 灵要成为不死不灭的生命机甲 掌握生命规则 云的道路也早已确定下来 时间机甲 时间属性跟 爆发 速度 蒸汽 都属于是最佳搭配 比如时间逆流 爆发完毕后 重置自身状态至最初 完全可以常驻爆发状态 永驻巅峰 又比如时间加速 时间跳跃 时间静止 随便一个能力都无比逆天 决定了云的道路 那么 就要挑选跟时间有关的灾勒 低阶的旧日阴影里 肯定不存在 跟时间有关的旧日阴影 这里 可以采取逆推的形式 包括白银在内 蓝星已经培养出了三台时间机甲 这些时间机甲 能够觉醒出真正的时间模块 必然使用了大量的时间属性材料 这些材料 未必全部来自于生接试炼 也有可能算上了高阶副本的掉落 才能支撑起 这么大的用量 江城调阅联盟资料 很快查询到了相关信息 蓝星的六层 七层 八层深渊里 各自拥有三个 可以产出时间属性材料的旧日阴影 不过 这些旧日阴影的难度颇高 只产出过时间材料 默认产出过模块 仅凭材料中蕴含的时间之力 不足以用来塑造时间机甲 白银等三台高阶机甲 都是额外使用了生接试炼中 获得的珍稀材料与模块 才最终觉醒的时间之力 江城浏览了这九个 可以产出时间材料的旧日阴影资料 很快锁定了目标 过去之敌 这是一个位于六层深渊的旧日阴影 背景是文明 在探索星系的过程中 在某个不满金属元素的星球上 寻找到了古老文明遗留的痕迹 触发了某个装置 结果 该装置是某个机械文明的时间定位器 那些机械生命体 在钻研时间装置后 将部分装置 抛入了时间乱流中 此时 这个时间定位器启动后 成为了这些机械生命体的锚点 让一部分机械生命体 从时间乱流中挣脱出来 向星系文明发起了攻击 经过战争 文明覆灭 这些机械生命体 汲取星系文明的养分 制造了新的装置 这种可以游荡在时间中的 机械截掠者 显然是跟 虚空恶魔军团 一样 是层次极高的大型灾厄 受到他们影响的文明 也绝对不止这一个 因此 江城狂刷六百个旧日阴影 就是想要知道 这些 机械截掠者 有没有在二层深渊中留下痕迹 而当他 刷到第五百六十三个旧日阴影的时候 终于再次找到了 这些机械截掠者的身影 迷失月球 这一个旧日阴影的背景 是文明探索卫星的时候 发现了神秘装置 触发后 大量的机械生命体 从卫星深处走出 以此为基点 席卷并覆灭了整个文明 与机械截掠者的背景 极为相似 江城跟深渊领主交手的过程中 用已有信息 加上部分猜测 稍微套了一波话 确定了自己的猜想 这些机械生命体 确实是来自于 游荡在时间乱流中的截掠者 机械 时间 这不就是云最好的成长导师 江城果断将其拿下 虽然击杀深渊领主后 产出的模块中 并没有蕴含时间要素 仅仅是科技侧的完美属性模块 江城也 没有感到失望 低阶模块本来就很难具备时间要素 哪怕是堵出来的 快速行动 模块 也只是打了个擦边 蕴含少量时间之力 先把契合度刷满 以后逮着这批机械截掠者刷 等到阶位高了 自然能刷出时间系相关的模块 甚至是套装 一枚机械截掠者产出的属性模块 一枚时间模块 两枚挑选出来的完美属性模块 总共四枚模块 已然全部就位 江城没有过多等待 不就是连续干了六天的深渊副本吗 也才144个小时而已 没啥好休息的 开始进化 江城在云的欢呼声中 来到了基地的恒星机甲强化区 转化深渊气息 开启恒星能源 至红的恒星能力流淌进强化阵力 蒸汽机甲表面的红色纹路迅速亮起 排气管伴随动力运转 开始喷射大量蒸汽 这个过程中 江城触碰冤纹 拿出了一枚七彩的珠子 伴随星面一动 七彩珠子化作无数流光 跟深渊气息一起 涌进了蒸汽之内 请选择要强化的属性 火 光 合金 时间 蒸汽机甲吸收过大量材料 蕴含了许多属性 此时 这些属性全部在眼前浮现 江城毫不犹豫地做出选择 时间 光芒变化 快速收缩 这一刻 他彭腐感觉到 时间流逝的速度放缓了下来 伴随时针跳动的滴答声 耳边响起了虚幻的钟鸣 动 无数蒸汽瞬间散开 一台机体高度超过20米 整体由黄铜构建而成 带有火焰纹路的庞然巨物 映入眼帘 它的体型已经远远超过了蒸汽世界里 莱拉等驾驶员曾经驾驶过的中型蒸汽机甲 它的装甲板看起来更加明亮且干净 身体各处除了排气管道 还多出了许多时钟指针一般的装饰 尤其是胸膛中央的恒星动力源 在那耀眼的明亮光源下 隐约可以看到钟表的痕迹 看起来无比的神秘 大型机甲 江城眼前明亮 可能是装在了 泰坦装甲 等模块的原因 蒸汽机甲进化后 开始向着大型机甲成长 体型的变化 要远远超过原初机甲 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路线 最重要的是 高度超过20米的机甲 自己总算可以坐在里面了 呼 似乎感觉到了江城的心情 蒸汽猛然喷射 伴随齿轮转动的声音 蒸汽机甲的胸甲 缓缓打开 露出里面精密的 齿轮构造 以及带有座椅 看起来相当舒适的 封闭驾驶舱 主攻 快进入末将的体内 稍微测试一下吧 虽然云的说法有点怪 但是 江城还是莫能控制住 期待的心情 身形移动 进入了他的体内 伴随驾驶舱闭合 蒸汽机甲进化后的属性 在眼前浮现 代号 超载蒸汽 云 类型 中型蒸汽机甲 超频 品质 无瑕 四倍吸收 等阶 二 强化 零 属性 力量四万 敏捷四万 防御二万 神秘零 一万 装甲 十万 十万 能源 十五万 十五万 恢复速度二十 零 S 核心模块 以吸收 恒星能源 高精齿轮 附属模块 以吸收 能量过载 动力增强 泰坦装甲 快速行动 后背能源 高额输出 核心模块 未吸收 未装载 附属模块 未吸收 未装载 净化模块 模式切换 升华模块 限制解除 第135章 无法吸收白银 那就学习白银 蒸汽机甲的底子 比原初机甲要好很多 再加上它装载的模块 几乎全部都是基础属性模块 达到二阶后 基础属性看起来比原初机甲降了太多 可惜的是 它所吸收的模块能力 并没有跟原初机甲一样形成 模块套装 超师傅的含金量还在上升 江陈感慨一波 看向蒸汽机甲获得的净化模块 模式切换 超频 等阶 三 品质 无瑕 随机甲提升 类型 净化模块 效果一 使机甲可以在基础 输出 急速三重模式间进行切换 改变自身属性 效果二 基础模式 无特殊效果 效果三 输出模式 临时降低30%敏捷 转化为等额力量 不会轻易损失机体部件 强度提升不影响防御与装甲值 效果四 急速模式 临时降低30%力量 转化为等额敏捷 且机体灵活性与移动速度得到大幅提升 速度提升不影响敏捷 描述 一开始就用红色形态作战不就好了吗 江城强化蒸汽机甲的时候 使用过名位 记忆合金 的无瑕材料 这种材料可以令机甲获得记忆能力 提升武器切换 模式切换之类的效果 如今蒸汽机甲进化后的模块 便是以此为基础发展来的 其中 输出模式的特殊效果 增强机体强度 效果非常简单 大型机甲有非常多的部件 并且通常具备较高的装甲值 战斗的时候 很有可能装甲值并未彻底消耗光 某些部件却承受了太多伤害 遭到了破坏 这种时候 装载在部件上面的模块 通常也会失去效果 蒸汽机甲的输出模式下 承受攻击时 伤害会被分摊到机甲整体 要么表面无伤 要么直接破碎 这个效果对我来讲 也非常好用 只要开启输出模式 就不怕被敌人针对弱点 变成 瞎了只眼 缺了条腿的江辰 了 倒是急速模式的效果 江辰有些好奇 不影响敏捷 却能提升机甲速度 这是如何生效的 测一下就知道了 恒星基地建有机甲测试区 江辰叫上林跟白银 驾驶蒸汽机甲切换了区域 在一望无际的碎石平原上 开启了蒸汽机甲的急速模式 只见齿轮转动 蒸汽机甲上半身的装甲收缩快速下滑 转移到腿部装甲 整体纤细了一大圈 同时 胸口的钟表指针 咔哒地跳动了一下 江辰敏锐地感觉到 通过驾驶机甲获得感官共享 发生了少许变化 时间似乎出现了某种轻微的异变 明明急速模式下的蒸汽机甲 只拥有五 二万的敏捷 施展动作的幅度 快速奔跑时遇到的阻力 也是五 二万敏捷的程度 真正展现出来的速度 却堪比七 二万敏捷 几乎化成了一阵惊鸿飓 这是 时间之力 江辰满脸惊喜 深渊机甲的属性 虽然展现出了各种反物理的效果 但在某些时候 还是会尊重一下物理法则 就如同机甲敏捷 对于速度的提升 并非是纯粹的线性叠加 而是会随着接近光速 逐渐降低速度的加成 前期可能一点敏捷 就能提升十几米每秒的移动速度 等到敏捷数值达到一定程度后 就只能提升一米每秒的移动速度 此时 情况却出现了变化 时间在蒸汽机甲身上的流动方式 发生了改变 产生了少许的 加速 效果 因此 蒸汽机甲的敏捷没有变化 展现出来的速度却得到了提升 这是时间之力的应用 属性对于机甲的影响 绝不仅仅是升阶石 概率觉醒低进化 升华模块 它们还会根据自身的力量倾向 产生各种效果 火焰属性的机甲具备高温抗性 水元素机甲减少物理伤害 灵魂机甲说不定直接就无视物理伤害 传说生物机甲指不定带有血脉压制 时间机甲可以抵抗时间 江辰满脸笑容 而它 可以吸收机甲力量 这代表它可以不断堆叠各种机甲属性 包括时间之力 只要它吸收了足够的时间之力 说不定不需要任何属性 模块 材料的加成 就可以达到抵抗时间 长生不老的效果 这模看来培育新机甲的时候 不能只考虑数值 机甲属性也是极为重要的 金木水火土雷光暗时空精神生死 各种属性最好都来一份 全部拉满 江辰很好奇 如果自己吸收了世间的所有规则 所有属性 并且将基础数值堆到无法想象的地步 那会发生什么 蒸汽机甲进阶后 所展现出的力量 让江辰十分满意 财尔街就具备了时间之力的应用之法 成为了真正的时间机甲 照这样下去 它只要达到足够的等阶 就能立即觉醒真正的时间模块 当江辰驾驶蒸汽机甲返回起点 白银都流露出一丝真实的羡慕情绪 过去他所羡慕且感动的 仅仅是大人跟机甲的羁绊 至于力量方面 作为一台七阶时间机甲 虽然没有超频模块 但他也已经站在了蓝星的顶点 配合软铭玉的天赋加成 同阶的情况下 哪怕面对联盟象征的主力机甲 都具备一战之力 甚至存在胜利的可能 这就是规则系的强大 所以 他看到云的成长 也只是感到欣喜与开心 并没有多少羡慕的情绪 直到现在 他才彻底被攻破了心房 刚刚进化到二阶 连第二次升华都还没有 就已经彻底掌握了时间之力 这也太夸张了吧 如果他当初也早早地觉醒时间之力 等到七阶的时候 不就能掌握好几枚时间模块了吗 羡慕之余 他也感到非常的欣慰 毕竟 云算是由他一手带大的了 恭喜云 成为蓝星第四台时间机甲 江晨离开驾驶舱 顺带给云庄载了一枚智能模块 体高二十三米的蒸汽机甲 立即动了起来 微微低下头 发出沉闷的声音 末将还有很多东西 要跟师傅学习呢 江晨通过特制 也感觉到了白银的羡慕情绪 笑着开口 白银 我跟云以后 都要向你学习时间之力的使用技巧 作为酬劳 回头我弄一个超频升级道具 帮你把时间模块升到超频吧 无尽难度掉落的所有传说道具 全部跟希望之人绑定 无法交易 江晨也不知道 自己能不能拿着绑定的超频升级道具 去抄别人的机甲 不过 他有更好的选择 升阶试炼 希望难度的升阶试炼里 那些强大怪物 也会掉落传说道具 这可不是什么绑定道具 等到无尽难度的暴率提升上来 传说道具的产出提高 足够自己的机甲使用 这种非绑定的传说道具 就可以用来抄一抄白银 帮他提升一下实力 至于李肖大佬的机甲 他想重塑至尊骨的话 光是升级老机甲 收益是很低的 就跟零一样 哪怕升级成了超频机甲 仍旧有所缺陷 不如直接打造一个新的超频机甲 作为主力机甲 白银现在的归属权 已经被转让给了大人 传授宁根云是分内之事 莫必要支付酬劳的 白银摇头拒绝 江辰则是笑了 你现在算是我的机甲 莫必要支付酬劳 那么 我升级自己的机甲 也应该是分内之事吧 大人 白银无法反驳 心中满是感动 江辰抬手揉了揉他的头发 回头好好教一教 我们就行了 江辰对白银的时间教程 很是期待 毕竟 从当初练习 火焰之子 能力 就能看得出来 他吸收机甲力量后 已经完完全全转化成了自身的力量 可以通过训练进行成长 也能改变操控方式 只不过 这种训练的方式 在绝大部分时候 远没有直接吸收模块能力 来的简单粗暴 现在却不一样 时间之力 无比喧傲 就连机甲 也无法轻易掌握这份力量 江辰只能吸收到基础力量 无法吸收到成套的能力 既然如此 那他就自己训练 只要有充足的时间之力 他说不定可以在云觉醒时间模块前 提前掌握一部分时间能力 比如 时间停止 不让我吸白银 还能不让我学 只要能够学会时间能力 这种可以重负刷取的传说道具 又算得了什么呢 江辰跟白银商量完 又抬头看向蒸汽机甲 云 你现在是23米高的体型 似乎有些不太方便 连房屋都进不去 我给你弄一个你太模块 怎么样 太好了 主攻 能用于低接机甲的你太模块 种类并不多 再加上 他们似乎很受机甲师们的欢迎 联盟商店经常缺货 还好江辰现在权限够高 莫花多少功夫 就弄到了十枚 足够十台机甲使用 云早就通过白银 想好了自己的外观 装在了你太模块后 23米高的庞大金属机体 迅速收缩变小 沙纳过去 一名身高1米4 穿着金属铠甲的双马尾小女孩 端端正正的站在了江辰面前 满脸严肃 认真敬礼 末将云 见过主公 林猛地扑了过来 把小女孩抱在怀里 用力地搓揉 你太模块好棒啊 小小的云 软软的云 林将军不要啊 白银站在一旁微笑看着 江辰则陷入沉思 云现在明明是体型最大的机甲 你太外观却是最小的 这就是反差萌 第136章 整个文明的异服 江辰干二层深渊 强化蒸汽机甲 花费了近七天时间 在这七天时间里 第一批 超能基因药剂 已经完成注射 其中 大约96%的人 选择了生命药剂 只有不到4%的人 选择了爆发药剂 说到底 就算注射了超能基因药剂 提升了身体素质 没有肉体型天赋的话 机甲师也不可能真的上去肉搏 因此 提供精力 体力的生命途径 永远是大部分机甲师的最优选择 拖生命药剂的服 低阶机甲师们注射药剂后 精力得到了大幅提升 每天所需的休息时间 降低到了两个小时以内 哪怕浑身疲惫 稍微睡上一会儿 就能回满体力 如果觉醒了 光合作用 无尽活力 这两项超能力 更是彻底 变成了涌动基 精力可以永远维持在充沛状态 这一刻 人类终于战胜了机甲 机甲需要回复能源 人类却不需要休闲 这件事最直接的影响 自然就是全蓝星天才大赛 由于新人机甲师的精力提升 联盟加快了赛事节奏 新人机甲师们昼夜不停 上轮刚打完没多久 稍微修理一下机甲 就开始下一轮比赛 这种高强度的赛程下 原本还需要一个月才能打完的比赛 仅仅只用了六天时间 便落下了帷幕 当然 这种赛事节奏也引来了许多新人机甲师的不满 网络舆论也产生了少许变化 并迅速传到了联盟象征的耳中 镜面事件 联盟象征击九阶强度的一魔 用特制的魔法道具 将敌人遗留的躯体 转化成纯粹的生命能量 这些旺盛而纯粹的生命能量 刚好可以用来供养江城的永恒之线 从而变成超能基因药剂的制作材料 他正忙碌着 通讯自动接通 耳边响起了二把手的声音 老大 现在网络上的舆论很大啊 很多新人机甲师认为 蓝星大赛的赛事强度太高 他们精力还莫回满 没有处于巅峰状态 他们输得很不服气 希望重赛 也有一部分人抗议超能基因药剂 任为注射超能基因药剂 是为了把人类工具化 实行007工作制的 二把手说着 都有些绷不住 忍不住笑出声音 笑死了 谁又不是007呢 高阶机甲师可以利用材料 对肉体进行强化 再加上各种营养液等回复道具 哪怕没有注射超能基因药剂 自身也拥有极将的恢复能力 同样可以达到 无需休息的24小时干地模式 但是 事实上 他们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连续一个月不休息 全程强化机甲 刚探索完一个高难度的深渊副本 接到一摩入侵的讯号 立即前往镜面世界进行战斗 探索一星球 建立传送阵 除非精神亏空太多 否则基本不会浪费时间去休息 包括李霄也是一样 他是蓝星最降者 几乎长期驻守镜面世界 对抗一摩之敌 都快要忘记 上次休息是什么时候了 所以 无论江辰什么时候发消息 他都能做到秒回 也正因此 在高阶机甲师们的眼里 人们的想法是如此可笑 就算要压榨 也是压榨那些天才机甲师 让他们通关高难深渊 产出超频材料 在这种超凡世界的体系下 普通人一天工作几个小时 真的没失魔影响 人们早就适应了固定的作息 与生活节奏 突然间发生改变 感觉到些许不是 也很正常 再过一段时间 等到整个文明形态发生改变 这种舆论自然就会消散掉 李霄神色平静 群星资源加深渊探索 加劳作机器人 足以供养蓝星百亿人口 让人们彻底从低效率的基础生产里 挣脱出来 进入类似乌托邦的星际时代 等到人们发现 他们可以从重复性的生产劳动中 挣脱出来 可以自由追求爱好与创作 探索深渊 打造机甲 自然而然的 就会爱上生命药剂带来的收益 这让他们每天有更多的时间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个过程中 联盟也通过各种社会层面的方式 对人们进行引导 让机甲师与深渊探索 彻底成为文明主流 当然 这是大部分普通人的生活 那些具备极将天赋的天才 不仅需要接替这些高阶机甲师的任务 更重要的是 必须跟上江城的步伐才行 岂能让希望之人以一己之力 扛着文明独自前行 休闲 你看看人家江城休息了吗 至于比赛 告诉那些机甲师 精力本身就是机甲师最重要的素质 整整十天的升阶试炼 可没有多少时间 给他们休息 失败了 也不会有重来的机会 面对网络舆论 联盟索信直接公布了 有关镜面世界 一模入侵 高阶机甲师与希望之人的付出等部分信息 熄灭了所有言论 由于群前者特制 不再需要怪物袭击带来的随机觉醒 镜面世界彻底封锁了所有一模入侵 使得这段时间来 蓝星再也没有出现一次深渊怪物的袭击事件 人们以为怪物已经彻底被解决了 没想到 真正的灾厄一直在成长 只是被高阶机甲师们挡了下来 毁灭性的危机 脆弱的文明 这些信息让许多人从 虚假的安宁中彻底醒来 他们知道了高阶机甲师们的付出 知道了联盟如此急切的用意 自然不会再说出一些愚蠢言论 至于那些已经知道了局势 仍在大放厥词的人 联盟直接就是一个线下逮捕 嗯 李霄的联盟象征之名 可不是吹出来的 而是硬生生杀出来的 蓝星能够经历这些年的和平 也不是因为什么合理的规则 而是真正的威慑 因此 短短时间里 蓝星文明加快脚步引发的少许动荡 便被彻底按死在了萌芽里 这个过程中 江辰还接受了李霄的邀请 他作为颁奖人 参加了全蓝星天才大赛的颁奖典礼 这应该算是江辰第一次真正出现在大众的面前 仅仅是露面的那一刻 就彻底引爆全场 无论是现场参与颁奖典礼的新老机甲师 还是网络上观看的观众 都激动了起来 网络直播的谈目数量 瞬间提升了几百倍 直接把屏幕都淹没了 这种声势 甚至比李霄出场的时候 还要夸张得多 想一想 倒也可以理解 李霄作为联盟象征 粉丝遍布全球的同时 也存在一些黑粉 毕竟 过去的十几年里 联盟虽然强盛 却没有进行真正的统一 蓝星还是存在各个组织的 这些不同国家 不同组织的人们 自然也会带来不同的声音 并非所有人都对联盟象征感冒 江辰却不一样了 他没有任何黑点 就如同天降会星 横空出世 直接打穿了深渊难度 给蓝星带来了新时代 随后 更是展现出了高强的干度 仅凭一己之力 就干吐了几十万机甲师 参加颁奖典礼前 他还花了六天时间 干了六百个二层深渊 直到现在 二阶机甲师们 还在二层深渊里起伏 探索度不足百分之十五 而且 曾经蓝星屈指可数的超频模块 他随手就干出了净千枚 拿来赞助并举办了全蓝星天才大赛 一个年轻 帅气 强大 多金等 近乎完美的新时代天才 是蓝星真正的希望 是无数人羡慕崇拜的对象 尤其是那些注射了超能基因药剂的人 看到江城的时候 更是产生了 源自基因深处的清静与好感 就如同催化剂一般 提升了这种崇拜的情绪 全蓝星天才大赛的冠军 是一名天远地区的红发女人 名叫帕尔温 她所拥有的机甲师天赋 基础的强度加成高达九倍 可随机甲品质增长 是一名具有希望之人前置的天才机甲师 她过去的生活经历 加上参赛过程中 凭借自身天赋 一路凭推碾鸭同街机甲师 令她养成了较为高傲的性子 哪怕早就听说过知道江城经历 敬佩她的能力 尊敬她的付出 同时也将其视为目标 认为自己迟早能超越她 不过 当帕尔温看到江城从空中落下 看到她身形的那一刻 源于基因深处的清静 唤醒了她的本能 仅仅是看到那宽阔而挺拔的背影 她就彷復跟她记忆中 那道最崇拜的影子 重叠在了一起 爸爸 敬佩的情绪 在不知不觉中进一步提升 当帕尔温看到江城拿着盒子走了过来 白皙的脸颊浮现一丝红韵 眼底已经被崇拜占据 当她接过盒子 扭捏了沙纳 忍不住开口 爸 先生 能抱抱我吗 她的声音中只有崇拜与清静 还有少许不该存在的胆怯 就彷復她的内心深处 生怕亵渎面前 这位彷復笼罩着神圣光环的男人 直到对方惊讶的开口 声音犹如天籁神域 当然可以 简简单单的一个拥抱 帕尔温身体微颤 险些昏倒过去 她真的抱她了 太棒了 不仅是帕尔温 现场的每一位天才机甲师 都注射了超能基因药剂 再加上 她们本来 就对江晨具备好感 钦佩 尊敬等情绪 当她们接触到江晨 源于基因深处 又或者说 源于血脉的清净 更是催化了这种情绪 就彷復 婴孩天生就会亲近父母 她们对于江晨的好感度 成直线上升 事实上 江晨自己也察觉到了情况 离近一些后 她隐约能从这些机甲师身上 感觉到少许血脉联系 再加上这些人眼中的崇拜与仰慕 以及部分人的口误 她瞬间明白 发生了什么 这是经历了基因强化后 因为血脉而诞生的 对于基因原体的天然好感 原版的超能基因技术 不存在这种问题啊 是我的缘故 还是技术重制的缘故 幸好江晨早就考虑到 超能基因药剂 有可能会产生少许伦理问题 没有让江父江母 他们注射 不然的话 这波真的是护卫父子了 等到完成颁奖典礼 江晨找到李肖大佬 跟他说了这件事情 后者却没有任何惊讶 拍了拍他的肩膀 原本的超能基因技术 是进行基因的突变与改造 如果大规模普及 可能会影响蓝星人类的基因 影响未来的生育问题 得不偿失 因此 我让他们稍微改进了一下技术 结合了一点小小的魔法 现在的超能基因药剂 只是通过特殊的强化 增强了人类肉体 并没有彻底改造基因链 人们的遗传信息 不会因此发生变化 不会影响文明与种族的延续 不过 这种情况下 你的超能基因也会在对方体内稍微堆积 形成类似血脉联系的感知 也很正常 如果对方对你没有好感 或是不在乎什么血脉亲情 就不会有什么影响 所以 只是一点微不足道的副作用罢了 李肖停顿了一下 笑着说道 更何况 你又是开拓文明上限 又是带来文明传承 又是提供各种珍贵道具 不早就是蓝星文明的衣服了吗 人们崇拜你 也是应该的事情 难道还要人们恨你不成 不得不说 确实是这个道理 江城又是举办大赛 又是争取文明潜力 不仅仅是为了部分收益 同样也是因为 同胞 二字 人类说到底是群居动物 蓝星就是他的家 如果帮助自己的家乡成长 还要受到冷言与嘲讽 就算江城再怎么样 也会感到心寒 李霄显然明白这一点 所以 内部的各种问题与舆论 他全部以联盟的名义扛了下来 江城不需要背负什么太沉重的东西 也不需要应付少部分麻烦 只需要作为光辉伟岸的希望之人 引领前路 一路高歌就可以了 江城意识到了李霄的做法 开口道 大佬 谢谢 李霄失笑摇头 这句话 应该由我来说才对 第137章 触发之源 神主神子 全蓝星天才大赛彻底落幕 众多新时代的天才机甲师 在大赛结束后 纷纷开启了升阶试炼 他们凭借自身的卓越天赋 配合全套超频模块的加持 通过升阶试炼 绝对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再过十天 他们就可以成为一阶机甲师 陆陆续续跨越深渊 我先沉淀一下属性 顺便多刷几轮无尽难度 这样一来 等到触发了群钱权限 我就能知道究竟提升了多少暴力 江城返回基地后 正打算挑选合适的无尽深渊 渊文却主动触发 谈出相应的提示 观星文明面临灾厄 唤醒印记 请求支援 当前灾厄强度 四界 五十五万 当前支援强度 四十万 六十万 是否支援 剩余接受时间 三十九分五十九秒 又触发传火者特制了 江城的目光 立即被这些信息所吸引 传火者文明释放的求援信号 最多传递给六个文明 其中还包含了 贡然文明 再加上求援信号 存在特定频率 只有特定强度的机甲师 才能收到 因此 虽然深渊有无穷无尽的文明 江城却隔了好一段时间 才收到了第二次求援信号 五十五万的灾厄强度 四十万六十万的支援区间 我现在的基础属性 在二十五万上下 算上各种能力加成 被划分到了四十万六十万的强度区间 冤文的计算方式还算重肯 爆发是爆发 常态是常态 就算江城能打出近百万威力的一击 也不代表他的强度真的达到了百万 不过 如果我触发天赋 吸收了二阶超频机甲的力量 可就不止这一点强度了 江城完成升阶 进行这种限制了强度的文明支援 简直就跟开挂一样 可以做到稳定碾压 简直就是摆在面前的文明潜力 不要白不要 就算真出现什么意外 凭借超厚的血条跟防御 也可以轻松支撑六十秒 返回蓝星 念及此 他呼唤机甲 灵 云 伴随心念传达 云迅速化作一阵深渊气息 回归冤文 灵则化作无数根慢纤维 把江城拖举起来 形成一台五米高的红白机体 接受申请 开始救援 欢迎来到深渊 黑暗袭来 将它彻底吞没 当前地点 观星文明 灾厄强度 四 任务 击溃隐心体 解决降星灾厄 描述 文明破败 唤星者早已死去 接收到信号的隐心生命 却如期而至 他们要履行承诺 摧毁这颗星球的文明 温星提示 自由探索 可随时脱离深渊 需一分钟准备时间 广袤无垠的大地上 一座座与蓝星风格不同 由木制材料打造而成的建筑 向远处绵延而去 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城市 城市中 筑立着一座座平顶高塔 侧面挂满布匹 极为显眼 这是观星文明的 观星塔 专门用来接引星辰之力 修炼该文明星力体系的特殊建筑 通常装备着精致的观星器 只不过 如今已经不需要这些观星塔了 街道上的人们 不需要借助任何道具 只需要抬头望去 一颗直径超过十公里的巨大陨石 静悄悄地飘在城市高空 一动不动 似乎只要稍微轻落 就能瞬间毁灭整个城市 同时 许多稍小一些的陨石 环绕在巨大陨石周围 形成了一条细小的陨石环带 缓缓绕洞间 无数火球从天外落下 砸向地面城市 这些火球即将砸落城市的时候 似是撞击到了某个屏障 爆发出耀眼的火光 在这无数火球的爆发下 笼罩城市的屏障 微微颤动着 屏障下方 一台布满亮晶纹路的岩石机体 飞跃城市 落在了一座高塔上面 神子大人 结界已经加固完成了 起码可以持续两个小时 足够我们清理完传活者 腾出手来解决灾厄了 高塔上方 一名少年躺在摇椅上 他的左侧额头 是漆黑的眼球纹路 右侧额头则亮起几条横杠 装载了数枚芯片 这种芯片 并不是机甲装载的模块芯片 而是某文明传承的 知识芯片 少年看似闭目假妹 实则正在处理芯片内部信息 快速成长着 直到岩石机体落下 他才微微抬起眼皮 露出星辰般明亮的双眸 这样才对魔 就算是要掠火 也要考虑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如果文明彻底轻覆 我们就相当于损失了一枚宝贵的火种 神子大人说的是 另一台金属机甲 微微合手 表示赞同 反倒是少年吃笑了一声 是个屁 也就是我在这里 你们 才稍微收敛一点 如果我不在这里 你们是什么样子 还需要我说吗 这魔多年来 神主们收集了377个文明火种 最终保留到现在的 只有不到50个 难道那些文明火种 都是自己熄灭的 你们这些家伙 难道就没有一点参与 岩石机甲与金属机甲 微微低头 似是感觉到了羞愧 实则在内心痛骂 那些文明火种的熄灭 关我们屁事 我们只是低阶机甲师啊 就算要挑刺 也应该去挑那些高阶机甲师的刺啊 不过 他们只敢在心里骂一骂 表面上依旧维持着尊敬与赞同的姿态 原因很简单 面前的这位少年 看似年幼 实际上是神主文明的一位高贵的 神子 在神主文明内部 历代的希望之人被尊位神明 掌控着整个文明的一切 并构建出了相应的体系 如这位少年一样的神子 并非是这些神明的子嗣 而是具备超强天赋 具备极将潜力 被挑选出来的 希望之人的候选者 只要成长起来 就有机会替代上一代希望之人 成为新任神主 眼下这位应天神子 是神主文明的众多神子中 最年幼的一位 据传说 这位应天神子的天赋 拥有超过八十倍的可怕加成 仅仅是一阶机甲师 就拥有了四阶的强度 因此 两位掠火者文明的机甲师 完全不敢忤逆这位高贵的神子 只能任凭吩咐 同时 也忍不住在心里叹气 好不容易碰个运气 来到了自己主场的球员文明 可以提前埋伏 随意发挥 结果 偏偏跟这种死板迂腐的神子组了队 真是倒了大霉 这位应天神子说的没错 哪怕是掠火者 在已经打碎文明潜力的情况下 确实也应该提供相应庇护 遵循可持续发展 源源不断的获得文明潜力 但是 那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这是神主大人们要考虑的问题 他们这些小啰啰爽了不就完事了 现在可好 爽也爽不成 还得给神子当孙子 真凑蛋 不过 心里骂归骂 他们对于应天神子的实力 还是相当羡慕的 通过传火者特制 前来救援的机甲师 都会出现在求援的希望之人周围 此时 应天神子让观星文明的希望之人 待在地面上 自己则坐在高塔上面 当身冤裂系敞开 三台机甲从其中落下 他直接启动预先设好的法阵 受复三台机甲的行动 又通过法阵之力 引导灾厄云火 施展暴能魔法 再加上两位掠火者机甲师的集火 他甚至不需要驾驶机甲 就能将前来支援的机甲师们 打得喘不过气 如果不是有胆量 接受支援信号的机甲师 基本都有保命的手段 并提前做好了准备 恐怕连撑过60秒时间 撑到撤退的机会都没有 依靠这一套连招 他们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 就击退了其他三个文明的机甲师 这个时候 无论是神主文明的三位掠火者机甲师 还是观星文明的希望之人 都认为 这一次球员已经尘埃落定了 观星文明的希望之人 还松了口气 跟先前几次神主文明的支援相比 这一次呢 应天神子 好歹主动避霍了观星文明的城市 也没有什么宣泄般的举动 简直是掠火者中的异类 他甚至有些感动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空间列系敞开 一台由洁白跟曼编织成主体 体表覆盖着火焰般装甲的机体 微微落下 站在了地面上 看到这台红白机甲的沙纳 所有人都微微一正 尤其是应天神子 猛地坐了起来 眼前一亮 单人救援 当文明收到救援信号的时候 所有符合 跨越深渊 对应强度 这两个条件的机甲师 都可以选择接受 同时 也可以选择 单独前往 或者 组队前往 最先做出选择的几位机甲师 将会成为本次的支援者 考虑到强度限制 哪怕是强大的希望之人 同时面对三个相似水准的敌人 也会显得非常吃力 因此 即便是应天神子 最终也选择了组队 现在出现的 这位机甲师 竟然是单独一人 这代表 他要模式整个文明守卫做出选择 并且选择了单独前往的 骄傲独狼 要模 他就是唯一一个符合要求的机甲师 前者代表 对于自身实力的强大自信 后者则代表 希望之人 四阶强度的希望之人 初代 应天神子绽放笑容 无论是什么情况 总算是有点乐子了 就让我试试你的橙色吧 应天神子改造过大脑 就如同右侧额头的学习芯片 思考只花费了刹那时间 此时 他心念一动 布置好的领域魔法瞬间展开 空间滞骨 云火引导 导弹轰击 魔能爆炼 在两名掠火者机甲师的配合下 大量的高伤害技能 瞬间 把红白机甲淹没 应天神子看着火焰掀起的浓烟 心中期待 可不要让我失望啊 下一刻 微风拂过 眼尘散去 红白机甲飘在融化的岩浆地洞上方 机体表面呈现出岩石般的色泽 在刚刚强烈的攻击下 它的表面没有出现半点损伤 哪怕是一根植物纤维 都没有出现崩断的痕迹 就彭腐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一道声音响起 就这 再用力点 你们再给灵瓜杀吗 杂鱼 第138章 终于肯展现全部实力了吗 应天神子提前布置的法阵 不仅带有空间禁锢效果 更是具备多种攻击方式 可以在短暂时间里 制造出上百次威力超过60万的高额伤害 这种高频率 高输出的陷阱 足以轻松打出 其他文明机甲师的保命模块 压低他们的装甲值 令他们被迫选择撤离 以防死在这里 但是 如此高效高能的输出环境 却没能击穿这台红白机甲的防御 这台机甲的驾驶员 甚至还在嘲讽他们太弱 两位掠火者文明的机甲师 心中惊怒 优秀的防御 不同于两位掠火者机甲师的惊讶 应天神子站在塔顶 额头的知识芯片微微闪烁 迅速解析出了下方的机甲状态 给出了相应信息 机甲类型 生物 植物纤维 基础强度 约20万 临时加成 持续时间未知 当前状态 实化 疑似无法攻击 防御约110万 临时加成 持续时间未知 类型推断 防御 生存型机甲 建议 等候持续时间结束 或用生物抑制等道具进行克制 削弱其防御与恢复能力 完成击破 威胁值 5 神主文明虽然比不上那些古老文明 但是在漫长时光的积累下 也已经击溃过众多灾厄 探索过无尽深渊 获得了充足的底蕴 在不计其数的旧日阴影的累加下 机甲师们不仅在打造机甲时 拥有了更多更丰富的选择 同时 也完善了数据库 那些新生文明的机甲师 无论打造出什么机甲 使用什么能力 通过检索庞大的资料库 总能找到相似的案例 就像现在 应天神子 检索出了原初机甲的相关信息 坐在塔顶 轻松地说道 石化类模块可以大幅提升防御 却也完全放弃了行动与攻击 我承认 格下的防御很高 但是如果我完全不攻击你 你又该如何应对呢 谁告诉你我不能行动了 准确地说 陷入石化 无法行动 只能被动承受攻击的视灵 跟机甲内部的僵尘有什么关系 生物立场启动 直接扛着机甲开飞 突破阴障的速度 使得气浪扩散开来 原初机甲如同流星一般 撞向塔顶 这个过程极其迅捷 应天神子心面移动 凭空消失在了原地 另外两名掠火者文明的机甲师 则遭遇到正面撞击 直接撞飞了出去 原初机甲陷入石化的同时 提表的荆棘也被石化 硬度与风锐度大大提升 岩石机甲与金属机甲 被撞飞出去的过程中 表面还被荆棘尖刺 撞出了大量的孔洞 装甲值随之下降 虽说下降的并不多 但是原初机甲飞行加速 直接追上防御最低的岩石机甲 硬生生将其撞上天幕 不断的挤压 这台岩石机甲 属于神秘侧的魔法机甲 侧重于辅助能力 可以配合机甲师进行结结搭建 魔法攻击等各种招式 本身的敏捷与力量并不出色 此时 被原初机甲挤压在天幕结界上面 竟然没办法挣脱 就算使用魔法模块进行攻击 也只是造成微不足道的伤害 被对方轻易地恢复 至于冻结之类的控制效果 原初机甲已经被石化了呀 机甲师看着装甲值在不断下跌 又不敢临时切换新的机甲 急忙呼唤 帮一帮我呀 应天神子通过空间跳远 闪躲到远处的高塔顶端 看着天空中的混乱场景 一时沉默 被石化机甲通过机甲师 获得行动能力 这种操作并不罕见 但是 眼下发生的这一幕 仍旧超出了他的想象力 不是太厉害 而是太猎奇 开着高防御的反伤机甲 就硬对脸开撞 把深渊机甲荡 泥头车开 应天神子 作为一个文明人 实在有些蹦不住了 偏偏他还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去处理这个问题 四十万六十万的强度 并非指的是 四十万六十万的属性 就像江城的基础属性 只有二十多万出头一样 应天神子 与其余两位掠火者 机甲师 所驾驶的机甲 基础属性 也没有达到很高的程度 而是通过各方面的加成 比如 模块加成 机甲师特制加成 天赋加成 属性加成 最终达到了四十 六十万强度 再加上机甲的属性 本身也存在侧重 面对速度 仅二十五万明节的 临头车 他们确实没办法完全甩脱 更重要的是 江城是第五个赶来支援的文明 后面可能还会有 第六个赶来支援的文明 存在三个潜在敌人 总不能放任不管 等到后续支援赶来 让他继续开撞 这些掠火者们 还得重新布置陷阱呢 这一刻 硬天神子真的感觉到了 什么叫恶险 打又打不动 烦又烦得很 既然你想挨打 那我就满足你 硬天神子抬手敲了一下额头的冤纹 伴随气息弥散 化作无数晶莹剔透的细微粒子 在他身边 进行汇聚成一个长条形的巨大晶体 这个巨大晶体外观 与枪械有些相似 长度大约三米 整体呈流线型 飘浮在硬天神子的身边 硬天神子意念流转 晶体一散出少许粒子 在他脸上化作目镜与描具 这便是他的第一台机甲 灵精神枪 这台机甲 并非是载人型机甲 是作为未来的武器打造成的 甚至没有保护机甲师的能力 它也没有装在任何敏捷 防御相关的模块 所有属性都侧重于力量 能源 神秘 以及各种武器模块 它的力量体现方式 也不是物理力量 而是输出威力 此外 它虽然是一阶机甲 理论上能装载的模块 数量有限 能力有限 却凭借自身装载的超频特殊模块 拥有了使用各种 外制弹药 的能力 可以针对不同的敌人 采取多样化的攻击方式 这就是神主文明的强大抵御 此时 应天神子触碰冤纹 从中取出一枚绿色水晶 放置在了灵精神枪上面 伴随晶体接触 它瞬间将透明的神枪染成了绿色 毒素痰 细胞抑制 控制住它 由于缺乏敏捷 灵精神枪的射速较慢 容易落空 应天神子通过通讯 向其余两名机甲师下达了命令 其余两名掠火者机甲师文言 不再跟原初机甲到处乱飞 进行周旋 而是直接迎了过去 无视荆棘伤害 对其进行控制 沙纳的停顿后 一道翠绿光线从神枪头部射出 瞬间跨越距离 打在了原初机甲的体表上 卑鄙的杂鱼 竟然下毒 在灵的悲鸣声中 原初机甲高达110万的防御 直接降到了100万 直接下降了10万防御 这还只是开始 连续十几道毒素光线 打在原初机甲身上 使其防御迅速下降 最终在剩下70万的时候 停止了叠加 削弱幅度超过30% 装甲值的恢复速度 也受到了相应的减弱 竟然还能剩下70万防御 对生物病毒 具有一定抗性吗 应天神子有些惊讶 这是他用来对抗深渊领主的武器 最高可以降低50%的防御 与恢复速度 哪怕放在神主文明 都是极其珍贵的消耗品 不过 70万的防御 也不是不能接受 他的分析装置 能够较为详细的分析对方强度 以及属性侧重 连神秘值也能轻松分析出来 这台生物机甲的防御虽然强 神秘值却不怎模样 只有寥寥三四万 这代表他的神秘抗性极定 也就是说 应天神子再次触碰额头 拿出一枚烈焰水晶 魔法弹 爆炸烈焰 质红色的光线跨越距离 打在原初机甲身上 瞬间爆燃起大量火焰 可是 当火焰升腾而起 原初机甲不仅没有受到多少伤害 反倒从火焰中获取了一些力量 防御恢复到了七十三万 木系生物机甲 你他妈培养蓄火特性 神经病吧 应天神子嘴角抽搐 换了一枚水晶 拍在了灵精神枪上 逆属性培养 是最消耗资源 最得不偿失的 花费大量钱力 只能抵消一点点缺点 对于拥有多台机甲的机甲师来讲 远不如直接提升常处 这家伙 究竟是哪个文明的机甲师 又是泥头车 又是逆属性 怎么这么抽象 就在切换弹药的时候 原初机甲 挣脱了其余两位机甲师的限制 直接冲了过来 伴随撞击 一栋高塔 直接被贯穿粉碎 应天神子 则带着灵精神枪 出现在了远处的一个高塔上 老师莫教你们吗 会不会拉仇恨 别再让他干扰我输出了 明白 其余两名掠火者机甲师 神色古怪 您搁着刷BOSS呢 事实上 应天神子 真把这个未知文明的机甲师 当成了深渊BOSS 心里燃起了少许激情 他作为希望之人候选 灵阶 一阶的深渊 都是全程碾压 就连升阶试炼 都是宰猪戈草 他作为非希望之人 想要开启无尽模式 找到相应层次的对手的话 还得再等好久 文明内部的机甲师对抗 模拟战斗场景 也都没实魔意思 直到现在 他才看到了一个像样点的对手 兴致满满 魔法弹 生命枯萎 灰色光线打在原初机甲身上 这一次 应天神子的攻击 总算展现出了应有的效果 虽然这发续满伤害的魔法弹 只有六十万的最高威力 理论上不足以击破原初机甲的防御 但是 由于他是魔法攻击 可以忽略原初机甲的部分防御 再配合他对于生命系敌人的特攻 达到了类似真实伤害的效果 原初机甲的头部被击中后 迅速枯萎 化作灰烬消散 然而 灰烬散去 无数根慢纤维生长出来 交织成了一个新的机甲头部 似乎仍旧没有受到任何损伤 这种恢复速度 不对 削弱后的生命气息仍在缓慢恢复 刚刚损失的 是额外的生命力储备 是零食装甲 应天神子恍然大悟 又忍不住露出兴奋的表情 拥有这么强韧的机甲 难怪敢一个人参与支援 哪怕打不过也能轻松离开 纳摩 你会逃命吗 魔法弹 生命枯萎 魔法弹 死亡凋零 科技弹 细胞分解 原初机甲的防御实在太高 生命力太厚实 还具备恢复能力 哪怕应天神子不断输出 配合其余两名掠火者机甲师的牵制与辅助输出 也足足花费了三分钟时间 才将原初机甲的装甲值彻底耗尽 这个过程中 应天神子也越来越兴奋 已经超过了六十秒 机甲马上就要破碎了 这个机甲师却没有逃走 他还在周旋 难道他觉得自己还能赢 让我看看你还藏着什么东西吧 应天神子忍不住喃喃说道 伴随灵精神枪的最后一道光线 原初机甲终于彻底破裂 化作无数余镜飞散 触发天赋 不死屠守 以吸收机甲 原初机甲 零一型 力量二十五 零八万二十九 零八万 敏捷二十四 八十九万二十八 八十九万 防御二十八 二十七万五零 二十七万 神秘六 七十四万十 七十四万 应天神子 紧紧盯着原初机甲的位置 其余两名掠火者机甲师 也立即释放武器 想要直接将机甲内部的机甲师杀死 然而 荡飞弹落尽尘埃 蒸汽扩散开来 金红装甲板抵挡飞弹 覆盖在不断膨胀的齿轮上面 瞬息间 便膨胀成了一台体高达到二十三米的蒸汽机甲 这台蒸汽机甲背部的脊骨位置高高凸起 装在了六个离子喷射器 脊骨两侧的背部 则延伸出四条长度超过百米的机械触手 整体看起来无比怪异 就像是拼装而成玩具的一样 应天神子却露出兴奋的情绪 机甲类型 蒸汽 合金构造 基础强度 约三十万 临时加成 持续时间未知 当前状态 普通状态 核心具备高能反应 疑似具备某种高爆发武器 或属性爆发能力 类型推断 主战机甲 检测到时间之力 建议 谨慎压制 提防爆发武器 与特殊姿态 威胁值 中等 时间机甲 应天神子舔了舔嘴唇 消耗了我大量的能源后 终于肯抛弃乌龟壳 展现出真正的实力了吗 第139章 这boss还有第三阶段 应天神子解析出属性的沙纳 便已然明白 这台蒸汽机甲 必然就是这名强大机甲师的主战机甲 时间属性 这是跟空间属性一样稀有的高阶属性 通常只会在高阶机甲身上出现 太低阶的机甲 不仅无法装载这类真正的高阶模块 哪怕使用极品材料 也很难在低阶的时候 觉醒出这种高阶属性 只有使用罕见的 属性增强 道具 才有一定概率觉醒 事实上 就连应天神子的机甲 都没有时间 空间这一类高阶属性 它毕竟只是希望之人候选之一 暂时还没有挑战无尽难度的资格 也没有使用这重极品道具的资格 它所使用的空间跳跃 空间禁锢等能力 来自于某文明传承的 超能血脉 是本体拥有的超能力 但是 这种超能力并不是机甲模块 跟深渊机甲比起来 成长速度较慢 上限较低 也就在低阶的时候 用起来较为方便 对于神主文明的高阶机甲师来讲 属于是幼儿玩具 影响不了什么 所以 这种连应天神子都要羡慕的时间机甲 怎么可能不是主战机甲 它甚至已经猜到了这位机甲师的身份 强力机甲 时间属性 单独救援 狂妄自信 没错 它必定来自于某个笔神主文明 还要古老的高级文明 是高级文明的希望之人候选 碰 震耳欲聋的声响 在城市上方响起 剧烈碰撞过后 大规模的冲击波扩散开来 让人们不由捂住耳朵 颤抖地缩在角落 一道金色流星向空中飞去 它还莫来急撞在天幕上方 惊鸿影子便紧紧追了上来 四道机械触手闪电般伸出 跨越两百米的距离 将其捕捉捆绑 机械触手把它往回一拉 离子推进器高强度运转 蒸汽机甲挥舞着金属铁拳 瞬间轰在了这台金色纹路的岩石机甲上面 震耳欲聋的声音响起 磅礴力量下 岩石机甲直接被一拳轰碎了小半截身子 装甲值起码下降了四分之一 此魔又特麻是我 岩石机甲的驾驶员一边启动魔法模块 消耗能源快速恢复自身装甲值 一边操控岩石机甲的双手部件 释放魔能爆裂 企图轰炸蒸汽机甲的核心 语音频道里响起叫声 神子大人 救救救救救救救 为什么魔总是你 心里面墨点数吗 应天神子有些无语 这名机甲师所驾驶的魔法侧傀儡机甲 攻击属性不错 敏捷防御却较未拉胯 神秘机甲师显然意识到了这点 于是 操控蒸汽机甲开启爆发型能力 大幅提升属性后 并没有优先攻击可以空间跳跃躲避的 应天神子 而是想要先解决魔法侧的傀儡机甲 剪除他的羽翼 应天神子自然不可能做事这种事情的发生 就算是高级文明的希望候选 独自接受支援 也太狂妄了一些 就让我来给你一些教训吧 应天神子抬起食指 轻点额头冤纹 消失在了原地 下一瞬 他已然出现在了高空上方 蒸汽机甲的身后 蒸汽机甲明明没有转头 却似乎感应到了他的存在 两根机械触手猛然甩动 向他拍打过来 就在即将接触到的沙纳 澎湃的能量从应天神子体内喷涌而出 这些紫黑色能量接触到机械触手的沙纳 瞬间化作实质的紫黑色手掌 将其死死地握住 令其无法动弹 其余能量则快速成型 变成了紫黑色的半透明机体 这是应天神子的第二台机甲 神武之魂 这是应天神子根据神主文明的机甲图纸 打造出来的一台纯能量机甲 它虽然防御属性一般 却可以大幅削减受到的物理伤害 如果是远程物理伤害 它甚至可以避开驾驶员所在的位置 让机体进行能量化操作 从而让远程物理伤害直接穿透机体 无视本次攻击 其次 由于能量机体的性质 机甲在大气圈内移动时 可以无视阻力 做到类似真空的高速移动效果 再加上能量机体 可以完成许多寻常机体 无法完成的操作 这台神武之魂机甲 能够在战斗中 发挥出更高的敏捷 最后 由于能量机体的特殊性质 这台神武机甲的装甲值 就等同于能源值 不仅可以共享上限 共享恢复效果 也可以将自身的机甲能源 供给其他机甲 帮其他机甲恢复能源 就像现在 应天神子的神枪机甲 为了击溃源出机甲 能源本来已经所剩无几 被神魂机甲持有后 瞬间获得了大量充能 它的精致机体 对准蒸汽机甲 表面逐渐亮起光芒 魔法弹 能量充击 为了尽快释放 应天神子并没有装在复杂的弹药 使用了最直白的能量充击 即便如此 那台蒸汽机甲依旧反应了过来 或者说 它的反应速度 几乎超越了时间 机体表面的金属 在刹那间完成了更替 在神枪机甲喷射能量的刹那 它的腿部排气管喷射蒸汽 竟像是踩着空气 用超过23米的庞大机体 展现出了不可思议的灵活性 与神枪机甲的能量充击擦肩而过 这个过程中 捆住岩石机甲的机械触手 微微一抬 恰到好处地将岩石机甲 放在了能量充击的轨道上 机甲攻击可不分什么敌友 岩石机甲被能量充击打中 头部直接被轰掉 庄甲值猛地掉了一截 加上先前的多次攻击 岩石机甲的庄甲值彻底归零 当场破碎 碎石当中的机甲师 试图触碰晕纹 切换机甲 然而 机械触手毫不留情地收缩 一团血肉 在空中炸裂 漂亮 应天神子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句 这套操作实在是太行云流水了 他光是看着就觉得无比顺滑 带入感十足 倒是另一位掠火者 机甲师满脸惊恐 神子大人 什么意思啊 应天神子跟敌人配合 成功击杀我方队友 拿下手杀 甚至还大喊了一声漂亮 可 情不自禁 应天神子收敛了一下情绪 认真的看着蒸汽机甲 他终于看到了蒸汽机甲爆发时间之力的样子 蒸汽机甲的常态属性 机魂融合 大约是20万厘米 27万防御 开启爆发姿态后 全功率配合输出模式 大约是69万力量 37万敏捷 19万防御 遭遇应天神子攻击时 他凭借时间之力 瞬间改变姿态 便更成了37万力量 69万敏捷 19万防御的急速形态 不仅如此 在时间之力的加持下 蒸汽机甲雍有了69万敏捷 实际展现出来的速度 却堪比100万敏捷 所以 才能再杀那件 避开应天神子的攻击 上一台防御机甲 是百万防御 这一台时间机甲 是百万速度 不愧是古老文明的希望之人候选 果然够近呀 应天神子心脏狂跳 他能够解析出来 这台蒸汽机甲 是开启了某种自残型的爆发模式 机体的能量反应 正在以极快的速度下降 按照这个趋势 他将会在一分钟的时间内 自动损毁 问题是 他们该如何撑过这几十秒 百万敏捷般的持续速度 对于这个阶段的机甲来讲 实在是超纲了 他速度超出我太多了 我没办法帮你 你自己想办法 撑过50秒 剩下那名掠火者机甲失猛了 我给你当狗 你让我自求多福 急速模式的蒸汽机甲 行动足够迅速 也远远超过了应天神子的神魂机甲 却还不至于到无法反应过来的地步 因此 当蒸汽机甲借助离子喷射器 向神魂机甲铺去 四道机械触手如利刃般挥出 应天神子果断施展空间跳跃 避开了蒸汽机甲的攻击 连带着两台机甲一起 出现在了城市的另一头 他的空间跳跃能力 虽然无法携带超过一定质量的事物 但只要神魂机甲能量化 就可以勉强做到 蒸汽机甲陷到这个情形 果断放弃了他 将目标放在了更好解决的金属机甲身上 他身形移动 几乎化作了金红色的电光 向金属机甲铺去 干 这名掠火者 机甲是心中怒骂 却无可奈何 想要从蒸汽机甲手中活下来 需要一分钟时间 想要撤离深渊 也需要一分钟时间 横竖都是一分钟 狗巴 他快速触碰冤纹 在蒸汽机甲过来前 再次召唤出了两台金属机甲 与自身驾驶的这台金属机甲 完成了合体 形成了一台超过百米的巨大金属机甲 它是二阶机甲师 拥有三台超频机甲 配合自身天赋 令三台超频机甲进行合体的话 可以牺牲一部分速度 将力量 防御等属性 暂时堆到七十万左右 配合一些技能 甚至能打出近百万属性的一击 说到底 他们既然可以收到球员信号 代表强度不会弱到哪里去 前面那个掠火者机甲师被迅速击杀 也是因为太过倒霉 驾驶的机甲刚好被完全克制 既没办法破百万防御 又抵挡不住超强速度 更没时间替换机甲 所以才被强行斩杀 此时 剩余的两名掠火者机甲师改变策略 从原本的对抗 攻击 变成了坚持 拖延后 局势立即发生了变化 虽然金属机甲完全 无法跟上蒸汽机甲的速度 所有攻击 包括导弹全部落空 完完全全处于下风 跟先前的原出机甲一样 只能被动挨揍 但是 当它使用保命模块 增加机甲强度时 哪怕蒸汽机甲 临时切换输出模式 进行暴力输出 也很难迅速将其击破 只能不断消减 金属机甲的装甲值 击碎它的装甲部件 这个过程中 硬天神子 还不断找机会传送过来 打断蒸汽机甲的攻击节奏 虽然没有真正伤害到蒸汽机甲 却也影响了蒸汽机甲的输出效率 有效提升了合体机甲的坚持时间 终于 第45秒的时候 蒸汽机甲消耗过大 爆发结束 属性恢复到了常态的20万力敏 哪怕切换到了急速姿态 也只剩下了14万力量 26万敏捷 真实速度降低到了40多万 不再是遥不可及 这一刻 合体机甲已经濒临破碎 那名掠火者 机甲师已经基本失去战斗能力 硬天神子却还维持着较好的状态 他利用神魂机甲的速度 以及自身的空间跳跃能力 粘在削弱后的蒸汽机甲身边 真正开始了第二阶段的输出 这个过程中 硬天神子胜券在握 不禁扬起笑容 对方是高级文明的希望之人候选 天赋必然跟自己处于一个层次 甚至更高 这法代表对方跟自己一样 是一阶机甲师 最多之庸有两台机甲 这台蒸汽机甲 就是最后一台 只要打破这台机甲 他就已经赢了 硬天神子是第一次经历 如此酣畅淋漓的战斗 心中只有满足后的舒爽 没有多少杀意 就算杀了对方一次 也没有异议 高级文明收集了无数文明的传承 自然也会收获复活相关的传承能力 虽然代价高昂 但是他们这些希望之人候选 通常都会拥有一两次保命机会 哪怕死在深渊里 也可以在文明内部复活 就比如他 成为神子的时候 神主大人就赐予了一次重生的机会 至今还未使用 对方是更高文明的希望之人候选 又这么嚣张地独自跑来 到现在都不打算撤离 显然也拥有重生机会 所以 圣圈在握的情况下 应天神子没有急着击溃蒸汽机甲 反倒是放慢节奏 开始发表获胜敢言 朋友 我带两个废物跟你打 你竟然还可以杀死一个 打残一个 则则 如果不是我在这里 恐怕真的要被你一穿三了 而且 你竟然能够在一届的时候 就打造出一台时间机甲 你难道是来自十几以上文明的机甲师 蒸汽机甲逐渐放慢了攻击速度 却依旧一声不吭 应天神子似乎明白了什么 脸上多出一些笑容 我只是随便猜猜 没猜中也正常 十几以上的文明太少 我也只是八级文明的希望之人候选 跟兄弟 你应该差不多 则则 兄弟 你明明来自八九级文明 却能这魔枣打造出极品机甲 看来很受看重啊 一阶的时间机甲 哪怕放眼整个炼狱层 恐怕也没有多少台 真羡慕你啊 要不要交个朋友 以后再炼狱层遇到 可以交换一波需要的物资 我的文明可是有不少特产的 蒸汽机甲依旧没有任何回应 应天神子的眼神微动 对了 忘记问了 兄弟 你是来掠火的 还是来传火的 片刻的沉默过后 应天神子神色一冷 力声骂道 原来你是天生虚伪的传火者机甲师 他的动作骤然加速 不再有半点迟疑 神魂机甲的能量延伸 快速形成大量能量炮管 向面前的蒸汽机甲 进行饱和式炮击 同时 他激活神枪机甲 注入能量 魔法弹 能量冲击 神魂机甲的骤然爆发 直接发射了几十道高威力能量弹 封锁了蒸汽机甲的每一处闪避位置 纵然蒸汽机甲 仍维持着较高的速度 仍然没办法完全闪避这些攻击 最终 被能量弹轰在了机体表面 过在几十秒钟 蒸汽机甲 早已濒临极限 承受这些能量弹后 彻底爆裂开来 破碎成了大量的金红合金部件 与齿轮 向四面八方坠落 这些部件 在坠落到地面前 就化作深渊气息 被收回了渊文 应天神子并没有在意这些 他目光冰冷地看着 从机甲内部暴露出来的驾驶员 心中涌动着杀意 对于机甲师来讲 相同的复活手段 只能生效一次 也就是说 哪怕拥有复活能力 生命次数也存在上限 他要在这名希望之人候选撤退前 将其彻底击杀 削减对方的一次复活机会 这样一来 未来在炼狱层遭遇的话 就有机会将他彻底斩杀了 然而 应天神子还没来得及动手 呼吸却猛的一致 额头的解析芯片 在不断地刺激大脑 告诉他一件事情 人体类型 血肉 未知 基础强度 约五十万 约六十万 约七十万 当前状态 普通状态 增强状态 持续增强 时间未知 类型推断 建议 立即远离 威胁值 死亡 快逃 怎么不继续说了 粗犷的声音响起 蒸汽机甲的碎片中 显露出一个正在膨胀的血肉生物 它具备类人的外形 浑身上下布满膨胀而争鸣的肌肉 肌肉表面覆盖着光芒般的纹路 这重纹路从手指延伸到肩膀 延伸到脖梗 延伸到脸颊 化作了六眉光芒般的眼瞳 在脸颊两侧睁开 它的体型从一米八左右 迅速膨胀到了三米 五米 七米 十米 最终停留在了十三米的巨大体型 它背后快速隆起骨包 上衣被生生撕裂 露出布满肌肉与光纹的上半身 与四根长度超过百米的巨大金属触手 它舔了舔嘴唇 八眉眼瞳看着面前的硬天神子 声浪在空中扩散开来 继续说啊 天生邪恶的掠活者小鬼 你说的这些东西 我很爱听 邪恶 你怎么不照照镜子 看看谁才是真的邪恶 硬天神子心跳骤停 刚刚就是这玩意 再开机甲 妈的 这Boss还有第三阶段 第一百四十章 船火掠火 掠魂转生 都是邪恶 硬天神子解析出属性的那一刻 就已经明白 Boss的第三阶段 已经超出了它的承受能力 呼吸停滞的瞬间 它做出了本能的反应 它的身体连带神魂机甲一起消失在原地 再次出现时 已经是几千米之上的高空了 这个过程中 它也没忘记 激活冤纹 撤离深渊 只要能坚持六十秒 逃吧 逃吧 硬天神子消失并出现的瞬间 就已经被江晨再度锁定 江晨抬起眼球 看向天空中的神魂机甲 机甲升阶后的第一次成长 效果是最未显著的 当它触发天赋 不死屠首 先后吸收了原出机甲 蒸汽机甲的力量后 属性已经成长到了极为夸张的程度 力量二十九 零万 四九 零万 敏捷二十八 九万 四八 九万 防御五十 三万 五八 三万 神秘十 七万 十一 一万 特殊 三倍生命力上限 每秒恢复六百生命 阳光下翻倍 二百体能 特殊能力 限制解除 磐石姿态 原始回归 二阶 模式切换 三阶能力 血魔转化 八 荆棘丛生 九 极寒之处 四 能量过载 十二 生物智能 五 离子引擎 四 危险感应 四 机械触手 四 光是纯基础属性 就已经达到了五十万 然后 使能量过载 它作为超频模块 被蒸汽机甲吸收后 跟随机甲升接 提升为三接能力 单次加成从原本的两千 提升到了两万 十二倍效果 加上限制解除 全功率姿态下 可以提供四十八万的利明属性 再加上二阶的原始回归能力 急速模式的姿态切换 江城的全功率属性 已然变成了八十八万力量 164万敏捷 四十万防御 如果再加上离子引擎的速度加成 以及时间之力的效果 江城已经拥有了堪比三百万敏捷的极致速度 这已经是属于五阶强度的速度了 因为四维速度太快 神魂机甲的动作显得无比缓慢 就像是灵 一倍速的慢速视频 至于城中那些普通人 更是几乎彻底停止了行动 这是高敏捷 高算力 再配合时间之力 达成的近乎时停的效果 只要我行动的够快 纳摩 你们就是相对静止 江城深深吸了一口气 列起一口闪亮光牙 纳摩 我要开始追了 几乎是瞬息间 江城便化作一道急影 出现在了距离最近的巨大金属机甲的面前 身后的机械触手迅速延伸开来 从四个角度 抓住了金属机体的四肢 江城本体则向前移动 借助重力全套附加的超重效果 一拳挥出 碰 震耳欲聋的声音响起 金属机体本就已经濒临极限 在重力铁拳下 装甲值彻底归零 四根机械触手 顺势将金属机甲拆成了粉碎 邪恶的掠火者机甲师 从驾驶舱中跌落 满脸绝望 他还差最后几秒 就可以撤离深渊了 江城与其四目相对 开口吐气 竟是有冰霜从口中席卷而出 将这名掠火者机甲师彻底冰封 化作了一块冰雕 冰冻吐息 这并非是模块能力 也不是超能力 就跟呼吸 跳跃 奔跑一样 是人体成长到一定程度后 所能掌握的基础能力 其原理是 吸收大量空气 在肺部迅速压缩成高密度的液态空气 液化放热 被人体吸收 等到再次吐出空气的时候 这些液态空气 重新气化 快速吸热 从而达到了极速冷冻的效果 江城测试了一波奇妙的人体功能后 忍不住露出笑容 然后 催了一口空气 一小团空气与唾液被瞬间压缩 如同炮弹一般喷射而出 把面前的冰雕打成粉碎 事实证明 冰冻吐息的威力跟吐口坛差不多 江城解决了第二名敌人后 重新望向空中 这个拥有空间跳跃能力的掠火者小鬼 明显比其他两人要嚣张 不会提前撤离 也就是说 他要想脱离深渊 起码需要消耗60秒的时间 这可太漫长了 江城展现全功率姿态后 解决这名掠火者 机甲师 也只花费了不到一秒而已 难怪蓝星的高阶机甲师们 包括李肖大佬 都不敢挑战高难度深渊 60秒的脱离时间 对于低阶机甲师来讲 稍微拖一拖就行了 可以轻松返回现世 对于高阶机甲师来讲 如果遇到打不过的敌人 那么就真的是杜淼如年了 就比如现在的江城 他锁定应天绳子的位置后 背后脊柱处 四个金属构造的离子推进器 喷射出幽蓝色的光焰 加速冲了过去 应天绳子更是不敢有半点停歇 他一边向天空飞去 一边疯狂压榨自身潜能 唤醒体内的超能血脉 试图进行空间跳跃 说到底 他只是一阶机甲师 纵然有极高的天赋加成 可以配合超频机甲 把强度提升到四阶 但是 机甲师天赋可不会加持血脉超能力 因此 他所拥有的空间跳跃能力 是真正的低阶能力 不仅要耗费体力 距离短 而且 还会有释放延迟 势均力敌的战斗还行 面对江城这种级别的boss 少许的释放延迟 就是致命的破绽 幸好 boss中途转移了仇恨 先收割了一波残血队友 应天绳子 终于还是催动了空间跳跃能力 神形消失 再度出现时 已经站在了天顶结界外面 这个用来保护城市的结界 反倒成了他的救命稻草 应天绳子 回头望了一下天幕 稍稍松了口气 露出笑容 启动了机甲的传音设备 虚伪的传火者 机甲师 只要你破坏这层结界 关心文明的城市 就会被深渊怪物毁灭 你敢吗 应天神子 经历过很多教育 知道传火者 文明的虚伪与迂腐 此时 他打算用关心文明城市的安危 影响这名传火者 机甲师的判断 哪怕只是拖延一下下 就能让他的生还几率 大大增加 他一边传音 一边继续催动 机甲与空间跳跃能力 往天外飞去 然而 当他回过头 望向天空 表情一致 只见先前一直在轰击结界 想要摧毁文明的允星生命 不知何时停止了攻击 只剩下少许几十米的小型允星 还在不断召唤云火 最大的那颗直径超过十公里的允星生命 正在往天外飞去 速度比他还要快上不少 应天神子脸一黑 深渊怪物并不是傻子 允星生命也存在智慧 他们看到应天神子的时候 觉得还能打 于是没有撤退 看到第三阶段BOSS后 直接开润 骂的 欺软怕硬的家伙 你们简直是允星灾厄里的耻辱 应天神子一边骂 一边冲向天空 内心祈祷着 结界能够多拖延一些BOSS的时间 然而 事与愿违 结界主要是用来抵御外界攻击 内部较为脆弱 BOSS撞击在结界上 切换力量提升的输出模式 仅仅三两下 便把结界打出了几条裂系 金属触手 生生撕开裂系 巨大头颅带着笑容钻了出来 我来咯 啪 结界破碎 模式切换 急速模式 没了结界阻碍 BOSS彻底展现出了自身的速度 化作了一颗炙热的火流星 向天空中的应天神子 跟允星生命追去 这个过程中 四根机械触手分别指掌一把高能射线武器 发射出一条条蓝色激光 将那些残存的 跑得慢的小型允星生命快速打碎 应天神子拥有空间跳跃能力 神魂机甲又可以无视空气阻力 跟巨大的允星生命相比 占据优势 成功超车 跑在了允星生命前面 超车后不到三秒 一道光焰猛的爆起 无数火焰碎石爆裂开来 直径超过十公里的允星生命 被BOSS从中央击穿 核心被打碎 彻底化作无数碎石 就连这些碎石 都覆盖着大量火焰 逐渐燃烧成了灰烬 击杀允星主体 获得特殊材料 云铁合金 成功击杀首领 终结深渊灾厄 完成救援任务 船火者特质已触发 蓝星文明潜力提升 当前潜力 27 未知特质正在酝酿 文明潜力不足 请继续提升 结算完成 是否立即脱离深渊 住 拒绝脱离 可额外停留24小时 终结深渊灾厄 完成救援任务后 所获得的文明潜力 是按照贡献进行分成的 应天神子等掠火者 鸡甲师 贡献低于一定底力 没能分到任何东西 此时 他也没有在意这些 而是拼命催动鸡甲 疯狂向天外飞去 这种灾厄首领 哪怕是应天神子 也得在两个队友的配合下 才能花费一番手脚 将其击杀 现在 却被见面秒杀 这让他更直观地感受到了第三阶段的BOSS实力 也正是这种恐怖的实力 彻底断绝了他最后的逃生希望 仅仅片刻后 他便被BOSS追上 整个神魂机体 都被机械触手死死地捆住 无法挣脱 神魂机甲虽然是能量机体 可以转化成能量形态 但应天神子是人类 没办法转变形态 一旦机体能量化 他就相当直接暴露在了机械触手的面前 这也变相封印了他的空间跳跃能力 只有神魂机甲除了驾驶舱 全部能量化的时候 他才能带着机甲一起空间跳跃 现在显然是做不到的 至于抛弃机甲 独自空间跳跃 此时已经跑到星球的大气圈外层了 以他的身体素质 没有机甲驾驶舱的保护 就只有一个死字 好吧 虚伪的传活者机甲师 我承认 这次是你赢了 应天神子叹了口气 终于放弃了挣扎 直接向后依靠 躺在了驾驶舱里 没想到 你竟然是肉体型机甲师 而且还有办法骗过球员信号 用五阶强度 来打四阶支援 这不是欺负人吗 我告诉你 你他妈欺负对了 我就是软柿子 以后无论是球员信号 还是炼狱层 我保证都绕到走 再跟你打我就是狗 应天神子的话语中 怨气十足 五阶强度打四阶对局 你是真该死啊 江城控制住神魂机甲 眼神微动 他之所以把应天神子放在最后 并且没有直接击杀 就是想要顺便问点事情 这名邪恶的掠火者小鬼 自称来自八级文明 是希望之人后学 八级文明恐怕是古老强大的文明 他肯定知道 很多连亚诺前辈都不知道的事情 这种时候 直接杀了他的收益 远没有了解一些内幕更高 不过 蓝星文明刚刚拿到入场券 哪怕是什么深渊游戏 也只是刚入门的级别 江城所知甚少 想要伪装套话 也必然破绽百出 徒增笑话 斟酌刹那后 索性直白地问道 你是八级文明的希望候选 文明还有分级 啊 应天神子愣了一下 这头boss在说啥 文明分级 这不是常识吗 等等 这种知识 对于高级文明来说 确实是常识 却也是逐渐摸索出来的 一些没有合格引路人 刚刚跨越深渊的低级文明 自然没有这些常识 问题是 你不是古老文明的希望候选 啊 他骂的 啊 应天神子经过改造后的大脑 都出现了卡顿 出现了独条转圈 不过 他终究是具有超级大脑的希望候选 沙纳过后 便分析出了对方的情况 看着江沉强大的肉体 就彷復在看着一块西式珍宝 两眼放光 初代希望之人里 也能出现你这种妖念 虚伪 不 好兄弟 有兴趣加入我们文明吗 你在低级文明里 都能成长到如今这种地步 如果加入我们神主文明 必定能够走得更高 只要你加入我们神主文明 我保证推举你成为神子 至于什么传火掠火 如果你以后成为神主了 这些不都是你的一念之间 从文明义父降格成文明之子 你看我像弱智 江沉微微皱眉 你还没有回答我 文明分析是什么 就是文明权限 应天神子猜到江沉的情况后 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 更何况 江沉问的不过是深渊长石 哪怕现在不知道 以他的潜力 再过一段时间 也会自然而然的 接触到这些东西 刚跨越深渊的文明 只有一级权限 被称作一级文明 如果文明潜力提升 获得文明特质 击溃文明灾厄 等到满足一定条件后 文明权限就会得到提升 每提升一级文明权限 文明之火都会更加旺盛 获得更多东西 接触到更多事物 一级文明接触到的东西 实在是太少了 跟八级文明相比 如同天壤之别 如果想要把一级权限 升到八级 需要无比漫长的时光 需要经历很多带希望之人的 共同努力 所以 你停留在一级文明 上线永远就只有那么一点 不如加入我们 面对应天神子殷切的目光 江臣有些疑惑 文明成员 可以随便更换文明 正常来讲 当然不行 应天神子开口说道 文明成员诞生于文明 与文明是绑定的 所有的一切都与自身文明息息相关 但是 这其中并非没有漏洞 转世 只要某人愿意抛弃一切 就可以在死亡的时候 通过某种方法 截留灵魂 投放在正在孕育的生命胚胎里 重新诞生的过程 就是更换文明的过程 由于机甲师天赋 是每个人的灵魂体现 哪怕重生后 你的天赋也不会更改 甚至 还会因为文明潜力的变化 得到新的加成 你从一级文明 来到我们八级文明 天赋只会变得更强 不会变弱 应天神子停顿了一下 摇了摇头 你不是说 我们掠火者很邪恶吗 其实并不是 我们掠火者在邪恶 好歹也是传火者体系里的一环 也会保留其他文明的火种 只不过总有一些废物 连这点事情 都做不好罢了 那些超过十级 最古老的文明里 除了最初的传火文明 还有跟他们一样古老 却无比邪恶的 掠魂文明 他们会杀死所有其他文明的机甲师 掠夺他们的灵魂 带回自己文明 进行清洗 改造 奴役 这才是真正的邪恶 至于我们神主文明的转世技术 来自于根 略魂文明 敌对的 转身文明 这种转世之法 并不会清洗灵魂与记忆 而是会继承过往记忆 与部分加成 并且可以重新获得文明潜力的额外加持 相当于洗点 每一次转世 都会变得更加强大 此外 虽然我们从转身文明交易过来的转世机会有限 代价高昂 只有部分人才有资格使用 但是 以你的资质 绝对可以获得转世名额 你会变得比现在更强 应天神子说话间 非常激动 江城微微合手 全功率模式下 消耗极大 此时 已经过去几十秒 他感觉体力快见底了 应天神子 估计也快脱离深渊了 神情易冷 抬拳就打 邪恶的掠活者文明 也能跟转身文明交易 我看你分明就是在欺骗我 想要掠夺并奴于我的灵魂 甚至 是想要骗我自杀 等 应天神子 还想在说什么 却被切换到输出模式的江城 连续数拳 直接打穿了能量机体 打成了一滩肉泥 我是不会受你蛊惑的 天生邪恶的掠活者小鬼 召唤